各位贵宾 欢迎丽临国立阳明交通大学 参与今日的活动 大疫之后的全民健保 还撑得下去吗 政府不敢告诉你的健保危机 座谈第新书发表会正式开始 首先我们先邀请 本校林启鸿校长为活动致辞 我们有请林校长 政府不敢告诉你的事情 应该由谁来说 应该由政府官员来说 尤其是前任政府官员 那刚刚也讲说 希望这个书大卖 大卖的意涵是说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正式这个课题 大家一起来找解方 今天碰到一些的状况 其实是我们大家都要负起这个责任 其实一届更应该负起这样的责任 因为整个系统 整个的制度的设计 老实讲 我们是一个peer group 我们是自己定的一些规则 自己定的一些规矩 当然今天碰到一些困难 我们当然要自己来找解方 那当然有人看到说 这个政府不敢告诉你的秘密 就问我说 校长 摆在学校做这个事情好吗 会不会影响学校的这个经常账的进出 我说学校其实就是一个平台 它扮演的高等教育 就是要让各个声音能够发出 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 在COVID-19刚开始 前一两个月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大家对于如何抗议 各有不同的一些看法 有一些不同的见解 那有些老师 当然也在这个媒体上面 就想要表达自己的意见 那当然我们的同仁 在当时也有点紧张 说这样好 要不要配合国家政策 那我是跟我们的团队讲说 学校我们既然做高等教育 这个学术自由 让教授能够从他们的专业角度 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 本来就是大学重要的 它是它的本质 当然也是我们社会责任的一环 那所以当时我们就在 我们的首页上面 就有一个小小的corner 从那corner进去 就是大家对于 尤其校内的老师 对于疫情 或是对于防疫的各种看法 都在上面 那当然那时候 是一个比较紧急的状况 那今天我们谈的这个健保的议题 其实我们张学长 如果还记得 好像两年前吧 已经有一本大线 三年了 已经三年了 没想到大线经过三年变危机了 所以这个进展非常的快速 那今天一样 欢迎各位 那我们会以这样的形式 我们针对 今天张学长 他找到的这个议题 他的一些发想 他的一些观察 他的一些看法 我们透过论坛的方式 大家广泛交换一下意见 那未来 类似像这样的活动 我刚刚也跟总会长 两位总会长讲 其实我们有很多杰出的校友 学校会扮演 恰当地扮演这个学校 作为高等教育 这个言论平台 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今天非常高兴 也非常欢迎各位 希望今天下午的讨论 能够让大家 有一些新的领会 那我看到在座 也有好多的媒体朋友 我们大家一起来 关切这个议题 我们大家一起试图 来解决我们现在碰到的困难 谢谢各位 谢谢林校长 接着欢迎 国立交通大学校总会 江长安理事长 上台致辞 请江理事长 大家好 我是台湾交大校友总会的理事长 江长安 对于健保这个议题 关心最多的都是医生 那第二是护士 我收到红人的这本书之后 我上个礼拜到日本去 我在飞机上去跟回来的时候 仔细原读 现在对健保比较了解了 也非常清楚 我们危机蛮多的 不过 作为在半导体产业 做了四十几年的 产业从业人员 我们对健保 好歹也缴了一些健保费 都有一些贡献了 但是健保 看过这本书以后才看到 我们不管说是从各个领域 我们周边各个国家的比较来看 我们的医生 护士 甚至于说我们 这个病房 人家都是五星级的收费 我们可能连两星级都没有收到 一个病房才收一千多块 比那个motel还便宜一点 所以这样子的结构 我想大家都清楚 持续下去 长此以往 我想后面碰到的问题会更多 我看完以后 我一直在想说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那阳明大学毕业这么多优秀的校园 台大学院毕业很多优秀的校园 这些个卫福部 以前是卫生署卫福部 这些官员 都是很优秀很杰出的人 都清楚 那政院交易所得税 走到日本走到美国 有收入的人就应该缴税呢 怎么都会推不动 这是政治议题 我从证券交易 我从证券上我有赚钱 我觉得这些应该要缴税了 但是如果说一谈要缴税 那个财政部部长就下台了 那健保这些问题 我相信是需要现场 有一些记者朋友 跟我们阳明很多校友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呼吁怎么样把这个问题 摊在阳光上 我们正视这些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 也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新出发表会 也祝红人 我们可能 那个危机之后 可能要再 再深入地谈下一本书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江理事长 接下来有请国立阳明大学校总会 戴希炎会长上台致辞 有请戴会长 谢谢 谢谢在座的参与 那我想说 我身为阳明大学这边的 我也属于医疗 相关人员的医员 那其实看了洪人学长的这个大作之后 平常我们都是专注在自己的门诊 诊疗上 常常会觉得说 这个总额制度之下 我们都绑手绑脚的 有时候看一看就会爱声叹气一下 那我们周遭很多同侪 尤其是在医院的 看他们忙忙碌碌的 我去我的观察 我们校友 尤其是在北种的 大概十个有八个都是白头发 相对于一般人 他们更显得劳碌 那其实这可以观察出说 在我们的健保里面 事实上是医护血汗所营造出来的 那其实在这一方面 投入医疗这一方面 变得是一个相当苦 相当艰难的才是 所秉持的就是说 医人救人这个理念这样子 那所以从洪人学长里面讲的这本书 已经把这些东西都已经 讨论的罗列的很多了 那我们这些医疗从事者 我们也深深来思考说 为什么台湾的这些医界 医疗界这么兢兢业业的努力 而在近几年来 在这些一些健康指标上 比如说生命 余命啊 或者是说HAQ这些东西 事实上都敬佩莫说 那老实说让我们觉得也蛮受伤的 那当然问题很多 成科很多 那借着洪人学长这个书 我希望我们想说能不能唤起民众 大家对这个议题的了解 让他们感觉除了享受健保的好处之外 也应该要为健保奉献一些 第二也希望说借着这样子 让一些专家学者能够共同来思考 看能不能有什么更好的解放这样子 当然也借着说在这个机会上 能够舆论形成 借着这个局势 那媒体的一个帮忙 能够给政府压力 当然当大家都对这个问题了解的时候 那也能够提供民意基础 有好的民意基础 政府才敢放手去做改革 因为毕竟政府考虑的会比我们的多 当有民意的基础 那政府在这方面的改革方向 或许更能够敢下手去做 那希望我说我们这个书是一个要因 一个要因能够引导大家 引导政府愿意来下处方 来解决这个健保的成科 那我也谢谢红忍学长 祝他的新书能够大卖 我们把这个书把它普及出去 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健保的成科 谢谢 谢谢代会长 那事不宜迟 我们马上进入今日的主题 政府不敢告诉你的健保危机 让我们欢迎上层生计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张鸿仁董事长上台 有请张董 谢谢大家 尤其谢谢前后两任校长 还有我们两校的合并之前的 这个校友总会的会长 各位专家 各位贵宾 各位媒体 先生女士 小姐们 那 一本书可以改变什么 这个是 其实这样去想的时候 其实真的难度非常非常 难度非常非常的高 这本书是怎么来的 黄日善大律师是台湾的并购专家 那二十几年前 包括他在那跟我们阳明的周毕社教授 我们追随 已经离开我们的柏阳 柏老在绿岛盖的纪念碑所有点缘分 那他现在都在做产业创生 就是怎么样子 去企业找到后天 那今年 这个清明的时候呢 我跟着他去走草陵古道 他刚好那时候在找一个病房 批朋友在找一个病房 那他就有很多感触 讲一讲 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 他就说 红人红人 你很懂嘛 这个问题怎么办 我说不再其位难谋其政 这是我的标准答案 就是不再为你能干什么事情 一棒就把我打醒 他说 你太不积极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还是可以do something 所以我回去 就闭关了一个礼拜 就写了一个初稿 写完初稿之后 他帮我看一看呢 在这个平台上面就找这几位 你们可能有些人认识 有些人不认识 我也不一意介绍 你可以上台湾产业创生平台 这里面 唯一说他多少懂一点健保的是 前国会 对不起 这个主委陈美琳 他当过国会会主委 大部分人每次看到议题 只要不是我们医药界 跟我们今天的主持人 洪文兄一样 他都很谦虚 都我们不懂 也不知道你们在谈什么事情 但是大家都很有看法 本来我们是希望在平台能够有个共识 然后给政府一个意见 后来我们很快发现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又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把大家的意见把它订稿 订稿之后就是这本书 这本书的架构 说起来也还蛮简单的 就是第一章写的就是事实 我们台湾对健康的投资落后国际 就是以我们的经济水准 那这里面呢 极少数的例外 最有名的就是新加坡 所以新加坡要做一个交代 那台湾能不能学新加坡 简单的讲很困难 因为新加坡是把健康的责任 交在人民的身上 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国家 包括台湾在里面 这是政府社会的责任 所以要学新加坡要废全民健保法 这个难度比较高 那么事实呢 大概就是对或错 我如果写错了请大家指证 到目前为止 大概看起来应该都是事实 那为什么这个稍微困难一点 为什么稍微困难一点 所以要分几章来讲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在20年前 我当健保局总经理的时候 我们做的民调 也很简单 九成的民众都认为 别人看病实在很浪费 那这件事情就会造成 如果我们今天要调保费 就是替别人交钱 所以替别人交钱呢 是不受欢迎的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困境之一 然后我当然还是需要解释 医疗费用为什么会持续上涨 这一点呢 台湾很多人也不相信 那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你就知道 在50年前呢 如果你活到90岁呢 你也花不了多少钱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心脏支架 白内脏也没有人工水晶体 你也癌症都是绝症 所以你很快就会走了 你也不必担心癌症付不起 因为那时候没什么药可以治疗等等 所以各式各样的 也没有什么达文系 这些什么东西都没有 还什么 这个肚子痛呢 还没有CT的时候 就打开看我们这个 有一个X光的专家坐在底下 然后台湾呢 用了一个非常左派的方法 就把它管制下来 管制下来的结果呢 我们 我就开始写说 那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什么 然后呢 接下来我就问说 那我们可以怎么办 那我觉得 我写书的时候 我觉得有突破性的思维 我有跟各位报告一下 新书刚好今天满一个月 大概至少已经有几百个人 上千人看过我的书 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说 我有突破性的思维 我自以为 所以简单的讲 简单的讲就是 黄日山律师跟我讲说 你这本书呢 最佳的诠释就是 你抛了一块砖 希望引出玉来 那 抛砖真能引玉吗 我跟你讲 我就送了一本书给施政隆先生 他一个下午就看完了 就跟我打个电话 然后就立刻在离合报 写了一篇文章 那大家可以上去看 我也送了一本给朱敬仪院院士 他说 他说可以考虑资产交易税 还有一位非常年轻的 非常在这个 产业界非常有名的 加士达集团底下的 麦达特的董事长 他说 能不能我们捐钱给健保 还可以抵税啊 那卢瑞芬 卢瑞芬老师呢 他很客气 他每次都叫我学长 他说 学长 学长 你错了啦 人家美国已经实施全民健保 你怎么还不知道 我说 我突然间 我真的是脑残 我从来没有把奥巴马Care 就OG健保 当成全民健保 所以他这一棒 又把我给打醒了 这个 所以有用 那 最简单的 我这本书的 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 请问健保的问题是多少钱的问题 我先跟各位讲 对绝大多数人来讲 一亿以上 你是分不出来的 一亿 十亿 百亿 千亿 对你来讲都叫做很多钱 所以你不知道他的感觉 所以你不知道健保的问题 我跟各位讲 如果你认为健保是几十亿的问题 那就是继续托命了 大家叫托命 你如果认为几百亿 也不是什么小问题 我非常清楚的在书里跟大家讲 健保是几千亿的问题 那几千亿的问题 就没有办法用现行的制度再继续 所以是真正的改革 真正的挑战 需要全新的思维 那我当健保总经理的时候 是二十年前的事 那个时候派我去当的是 后来的抗煞总使为明亮教授 他交代我三件事 当时健保缺钱 所以有二十年前有名的第一次健保双掌 第二个他要我做总额预算 第三个就是有名的健保 白西卡 他在做总额预算这个政策的时候 他请教了许多国内外的专家 最后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他非常的迟疑 所以他讲了这句话 他说总额预算只能够是 总额预算只能够是中短期的措施 他不知道当政府有了总额预算之后 他等于是打了麻烦 他戒不掉 总预算实在太好用了 就是把医疗整体的财务责任 就把它推给医界 那结果呢 总预算的假设是错的 他假设呢 医疗的需求是固定的 所以呢 我们只要今年的支出超过总额 那就跟医界打折就好了 都是你们医界的事情 这件事情是错的 其实医疗的支出最大的影响 是在于新疗跟新科技 在书里面我又引了一篇论文 那这篇论文我把它叫做《金氏之作》 这是哈佛大学 告诉大家说 就是刚刚那个意思 我们今天的长寿 都是钱堆出来的 你如果呢 想要少花钱 你就拿命来换 那我们今天这个是现在进行的事 我们台湾人是拿我们的命来换钱 也就是说我们不想花钱 所以我们就活短一点 其实大家也没感觉 这个郭校长讲过 你只要看病的时候 医生对你很好 你怎么会知道 你这个病 在美国有更好的药可以医 你又不是搭个飞机可以到美国 就去用美金再花费 大部分人是不会有感觉 因为台湾的医生护士实在是 对病人太好了 所以大家不会有感觉说 原来我们现在 我如果不是这三年这个疫情 我也不知道说 哇我们的数字怎么插成这个样子 我第一次看到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HAQ 就是Lancer 我其实不相信那个Data 我是连续看了三年 房心院老师提醒我的时候 我说真的耶 我们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 不过今天不细讲 所以医价健保引爆的健保危机 一方面是健康的事情 一方面当然是整个医疗体系 大家都找不到病床 那么医院就像这个菜市场一样 那么这本书在出版的同时 那么我其实没有想到医药卫生的议题 会这么早 因为通常总统大选 只有两岸跟台美的关系就定了 大家投票就是投 这个人是怎么样这个人 就已经定了 现在看起来也是 没想到一个八四六表就把这个整个打回来 那这里面我不替他们讲证件 我只讲说 那柯碧也有讲支出要打8% 侯友宜也说8% 那赖清德他的证件 我是去听他胡安宁的专访 我有听到他讲这句话 他说他不支持特别设定支出目标 他不支持 那我们让他支持 这个原因是现在民调领先 民调落后的 民调落后的讲的比较 我们这个是 我觉得我们这个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目标 那这个最后这一组呢 他似乎觉得全不是问题 只要我们的收入可以加倍 这个我也同意了 所以我相信他8% 18% 我相信他都会支持 所以我简单的 因为今天其实不是我要演讲 今天我只是开个场 因为这件事情一定要让很多人 就是我真的是在抛砖 所以接下来呢 就麻烦洪文兄帮我把这个玉 一块一块给引出来 谢谢大家 洪文兄 对 洪文兄 谢谢 谢谢 谢谢张董的分享 我们请张董回座 那今天也特别邀请郭旭松大使 为今天我们重量级的主持人 先做个介绍 那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郭大使 大家好 我来介绍呢 我来介绍呢 林洪文 这个民主持人 洪文兄 要介绍他呢 要从三年前开始讲起 三年前呢 我想有一些朋友呢 其实也在这里呢 那个时候呢 张宏仁呢 洪文兄呢 做了第一本书了 2030健保大宪 那么那时候 这个交大还是交大 杨明还是杨明 在合校之前 那那个时候呢 我还是杨明的校长 所以呢 我就说来来来 来办一场这个新书发表会 因为是校长嘛 办起来蛮方便的 前不久呢 他就说他要写这个第二本书 那么过不久呢 很快的呢 他就写完了 那写完了之后呢 我就拍胸脯讲说 诶 我们再来办一场 我一回头想 糟糕 我忘记我已经不是校长 OK 好 那就合校啦 好 还好就是 要谢谢林校长 我在跟他讲的时候呢 他就把他承担下来 就说 没有关系 学长你讲一句话 我们还继续办 而且呢 要办的比我上次办的那一场呢 还要再这个热闹 所以我就跟红人呢 打了个电话 然后 就在想说 那第一场也办 那这一场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 我平常心讲 我跟红人虽然是好朋友啦 但是 我们的看法有很多东西不一样 包括就是说 这个写书到底有什么用处 那 这里当然最重要 它是在书里面也讲的 现在的全民健保的支持度很高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么高的一个支持度 就政治的角度来讲 其实很难改 所以要是支持度不拉下来的话 其实大概 所有的这个总统的候选人 很难会想要在这个地方呢 琢磨 这么一个高支持度的一个全民健保 不过就像红人刚才讲的啦 这个 不管是他被人家打了一棒也好 或者他的本性 就是 这个弃而不舍 总是也算是感动了我 那么 这个李淑中讲的 念念不忘必有回想 所以果来呢 后来就有这些回想 所以我就跟红人讲说 那我们这一场呢 怎么个办 所以当时呢 就定下了三个主轴 第一个主轴呢 是因为已经和笑了 所以呢 这多少要反映出来 当时是阳明 现在是阳明交大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呢 一定要年轻化 上次坐在这边的 不是杨志良 就是叶金川 不是说他们老 因为 但是毕竟呢 我觉得他们已经讲了太久了 所以我说我们这一次呢 一定要把平均年龄 不是平均余命 平均年龄呢 一定要大幅度的这个下降 第三个呢 一定要跨越出一界 因为 我觉得 事实上太多的人 听不懂 一界在murmur的种额啦 摊题啦 这些东西 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东西 所以呢 所以呢 必须跨越到这个非一界的部分 所以换句话讲 事实上是在这个三个前提之下 开始在找人 各位就可以 所以从我刚才讲的这个设定的一个条件里面 那洪文绝对是首选的人物 他是焦大的校友 他在这个环球电台 他在这个环球电台主持一个节目呢 叫做杨明交大帮帮忙 他年纪轻 但是呢 著作等身 最近的这个金片岸 最近的这个金片岛上的光芒 也是这个热销啦 很多的地方呢都访问他 同时呢 他也算是科技界 不是医学界 虽然呢 他也写过很多的文章有关医疗 他也是联合基金 一个财团法人的这个 叫做联合医学基金会的董事 不过不管怎么讲 他对于医学呢 也有一点似懂非懂 虽然他已经涉略了这么久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不久前他就打个电话来问我 他说 你们都在讲总额 到底总额是什么意思 我才突然发现呢 假使连红文都不知道 我们今天在讲的总额是什么 那很明显的一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 所以这三个条件呢 就非常感谢 那红文在第一时间呢就答应我 他说他好 他来试试看 那他来试试看呢 把我吓一跳 因为他非常认真 他就去逼我们所有的语壇人 第一个呢 要先写出一个200字的读后心得 所以刚才大家都有面有难色 就是 我不晓得 所以这个事实上 跨越有跨越的好处 那么 当然我今天是负责来介绍他 其实不用我介绍 你要是上了网站去查他 你就会知道 林红文是何许人物 那么确实他是名作家 那么这个名主持人 那现在呢也还还在好几个这个杂志跟网站上面是专栏作家 所以你们都可以看到他的这些文章 同时呢他也是好几个上市会公司的读董 今天早上钻石生计刚刚挂牌 对 他就是钻石生计的这个读董 对 所以呢换句话讲呢 我想由他呢来作为我们的这个这场的主持人 我想大概是最恰当不过了 那所以再一次的呢 谢谢林校长 那么谢谢两位总会的会长 那谢谢红文 当然也要谢谢今天被我们邀来这边年轻一辈的 的这个语谈人 那么有一些我都一一打过电话了 所以他们也都第一时间呢都答应要来这个参与这一场 那我相信呢念念不忘必有回想 不是红人一个人念 假使更多的人来念 我想大概就一定会有一个成果 我们祝福他也祝福台湾 谢谢大家 谢谢 所以我现在就要把主持棒交给红文兄 那谢谢郭校长 那真的不好意思 我得罪所有这个语谈人 被他讲出来了 那我想我们是不是接下来我们第一 第一场的论坛 我们就邀请六位语谈人一起上台好吗 好谢谢各位 第一场座谈开始我们特别邀请 国立交通大学校总会理事长江长安 癌症希望基金会董事长王振旭 台湾健康经济学会理事长连贤明 本校医务管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长黄兴苑 台湾年轻病友学会创会理事长潘怡林 以及长庚大学义务管理学系教授 吴瑞芬与唐人一起来台上 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好 好 那个谢谢刚刚郭校长的这个介绍 那真的有一点不好意思 那但是刚刚郭校长讲了很多 这个我想我回应一个就是说 写书有没有用 那我觉得写书一定有用 那这个我看了这本书之后 那我也我也这个 我也写了两篇文章推荐 那今天早上是写了一篇 郭台铭先生可以做三件事 那其中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他可以在这个健保 就是因为健保我们现在 这个二代健保有这个科增 从股息去科这个2.11% 那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郭台铭先生 他今年领的鸿海的股息是92亿 但是他最后他只缴了21万 那很多人不知道 因为事实上我们的规范是 我们超过2万块的这个股息收入 我们就科2.11% 那但是他有一个上限是超过1000万 就算1000万 所以1000万去科2.11%就是21万 所以郭台铭先生很可能他缴了健保补充费 会低于我们有些投资人 好像我们这个 这个焦大校尔总会 俊秀 这个他投了很多股票 那很多股票 每一支股票如果有配息超过20万 他都要每一个都要科2.11% 所以加一加加起来 可能超过郭台铭先生缴了20万 大家听懂 所以就是说这个定上限当然可能有它的原因 可是是不是要定这个上限 那这个当然我们是可以讨论的 那我想就是说 这个我读这个宏仁学长的书 我自己体会很多 那我非常谢谢郭校长 还有宏仁学长请我来当这个主持人 那我觉得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 因为我不懂这个产业 我因为不懂 所以我们可以从外面 然后这个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 那像健保补充费这件事情 像我自己写的稿费 我去演讲的 超过2万块都要科 那很多人的 很多你在你的这个薪资所得 这个从薪资的base去科 那这个是不是合理 那我也看到 刚刚有讲到朱金 这个朱院士 他也写了一篇 他觉得过去我们很多的社府的这种特征 就是用你的薪资所得为税基 但是他觉得说 真正这个台湾很多的财富 是从不动产的交易来的 那最有钱人 最有钱的那个1%的那有钱人 他们七成的财富是来自 这个不动产的交易 不管是土地或是房地产 那他觉得你的税基如果没扩大 那你都在科薪资所得 那这个会造成一个不公平是说 都是这些薪资所得的人去补贴 那些靠土地交易赚钱的人 那这个当然又是一个角度 那这我觉得这个角度也非常好 就是让我们这个 因为现在健保很重要的 在书里面提到的最重要 就是我们的支出补购 我们这个支出金也太少 6.2%在OECD就是排最后第三名 那这个我们比韩国还低 我们一直想要赢韩国 我们事实上是落后 我们平均一命也落后他们两年 所以我想这种种的这些 都是我们可以讨论的 那接下来我想我们第一轮 我们会分两轮 我们有六位雨潭人 那时间其实也很有限 我们只有55分钟 那我想第一轮就是请各位分享 就是说你们读了这本书之后 你们自己的心得 那另外当然 就是刚刚讲的那200字 不好意思逼大家写了 那告诉大家就是说 还有就是说 因为各位都是有不同的 这个我们第一轮的这六位 都是医疗照顾的接受者 那我们接下来第二个论坛是 这个医疗照顾的移工者 所以我们大概简单这样区分 那接受者 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单位 那这个我们刚刚会前以后 简单聊一下 我想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就是说先谈一下你们的心得 然后也从你们的单位去 或是从你们的出发点去谈 你们的看法这样 那我还是按照我们那个表定的顺序 我请江长安就是交大的校友总会理事长 先跟我们来分享好吗 谢谢 好谢谢大家 我是阳明交大合并之前的 台湾交通大学校友总会的会长 阳明大学的校友总会会长 戴希元是在第二场 那交通大学过往都是在电子资讯产业 比较多 刚刚提到郭台铭 郭台铭不做鸿海董事长之后 换了新到董事长 正好是我同班同学叫刘洋伟 那因为他太忙了 所以我今年也不过去跟他见过两次面而已 那个看他在哪里 大概都要从电视上面看 电视上今天早上告诉我 他在镇中吹iPhone15 不过重点是说 那个这一个企业 他可以创造这么高的营业额 可以创造这么多就业机会 也可以提供健保很多健保费用 那我从产业的角度来看 这本书看到健保这个体系里面 他的经费总额管制 以至于1234567890 所有这些项目的预算都非常有限 他耽误了医疗品质 耽误了新药的尝试 耽误了生技产业的发展 那如果说从 我从产业的角度来看 不是医生 不是病房 不是护士 非常辛苦 非常血汗 他的待遇太低 我过去几十年 我看台湾的总体来看 台湾的律师 我在美国开个董事会 我找个最年轻的律师坐在那边上 大概四五百块一个小时 四五百块美金一个小时 你稍微知名一点 资深一点的 大概一千块美金以上 一个小时 你坐在那边 因为我需要一个 legal consultant 如果在台湾 年轻一点的 三千块台币 做一个小时 很资深的 他很少超过一万块 台币 那就是一百块两百块三百块美金 我在美国找个最年轻的四百块美金 台湾的律师很便宜 台湾的会计师很便宜 如果公司要上市 你要找证券公司 证券公司很便宜 台湾的律师 会计师 大学教授 不好意思 这么优秀的校长 他就是在这个总额管制之下 所以我讲说 这个师那个师 台湾整体的 你到外面去喝一杯珍珠奶茶 七八十块了不起 在美国你随便喝八块钱美金 零了还告诉你说 这边有二十二十五 还有三十五 小费你要给多少 你总不能不给嘛 你带走的都还要勾一下 付个小费 所以一不小心就要付十块钱美金 几百块 台湾整体的 生活的费用 或者说整体的薪资结构 是比较低的 那这个低呢 让台湾某些产业 非常非常有竞争力 台积电 前一阵子送了五百个人到美国 美国的工会还要抱怨说 你为什么不用我们的工人 来做你的工厂 那五百个人都不是 在抱怨台积电 五百个人的这件事情 那五百个人都不是台积电的人 全部都是他的contractor 这是台湾的 替他做service的contractor 一个工厂水泥房子盖好以后 里面有很多管线 不同的气体 不同的液体 的管线的建构设施 那这些呢 台湾 可能不同产业人不太熟 台湾今天 IC生产 IC的manufacturing 占到全世界大概70% 台湾把地图摊开 这么小一点地方 除了这个岛以外 其他地方呢 30% 而且这还从营业的角度来看 如果说 是 看它的 high end 高档的 IC的生产制造 台湾占的比例更高 台积电的工程师 比Intel的工程师 比三星的工程师 便宜非常多 这是现在总体的 那个经济结构 我是民国 63年进大学 67年毕业 我毕业之后 我去三星 因为我做半导体 做了四十几年 我毕业之后 我去三星 三星根本就不是个咖 它的半导体 根本不灵光 当时 韩国一个 WE 毕业的大学生 是我在台湾 拿了薪水的一半 我不是说台湾薪水很高 因为如果说 到美国去念书 一出来 是我的薪水八到十倍 但是 台湾的 当时 韩国的工程师 是台湾的一半 今天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 洪人谈到说 韩国的健保制度 医疗制度 的 条件 各方面的 制度完善 让韩国人的余命 是比台湾人高 这一点 是 很有感受 所以我们 要怎么样 这是一个很 很严重的政治问题 我们怎么样 有机会 利用这次 总统大选 怎么样反映这个名义 能呼吁意见 能够让更多的人 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让这个问题 不要说它可以解决 就像洪人在书上这样讲的 我们如果说有些事情 可以让小部分人得利 不会让大部分人 感觉到他受害的话 我们就要先做 逐步的做 改善健保的问题 那我一点都不觉得 健保的问题 可以我们开 大家了解了 就会解决 但是我们 一定要呼吁 大家努力 逐步逐步的 往这个方向走 就像郭校长讲的 我们天天在念这个事情 一定会有回响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江理事长 那我想江理事长 是我们今天 十一位羽团人 只有唯一一位电子业代表 所以等一下呢 第二轮我会请教你 就是说 拉高那个急剧 一千万 如果把它拉到一亿 电子业愿不愿意 那这个 这个 等一下再谈 因为刚刚讲 就是说 因为我们医生护士 薪水都太低 要增加薪水 一定要增加开辟财源 那电子业应该是我们最有钱的 这个不好意思 因为你今天是唯一的代表 那 那接下来我要请王正旭 王这个董事长 他是癌症希望基金会 那你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他写的 他教的读书报告 是最长的 也是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艰难 我看不太懂 我觉得有一点艰难 我感谢是17年前 我很高兴有机会 进到阳明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 新开了一门叫做 卫生与政策的学门 我很高兴有机会来接受这个训练 那张老师就是我最敬爱的老师 所以很感谢 那我为什么会去念这个学门 是因为我在癌症希望基金会担任志工 所以我从一个临床医师 观察到这么多癌症病人 在医疗的过程里面 因为他个人的问题 还有社会的问题 导致癌症病人非常的辛苦 他的家人也非常的辛苦 那要改变他必须要从政策面去找眼 有机会去着手 所以很高兴接受了10年的训练 终于能够完成学业 所以这是因为癌症希望基金会的因缘 那进到阳明公卫学院完成了学业 让我后面在服务病人的时候 知道如何能够透过大家的力量 去改变如果有机会的话 这个社会在医疗政策上面 可以更改善的部分 那对于这本书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 那我们的基金会同仁阅读再三 那也很谢谢我们在制作一些政策 白皮书的时候 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跟意见 那其实我要回应的就是只有一点 这是刚刚老师有提到 总额预算好像卡马菲一样 它是不应该长期使用的 除非它有必要 或者是在特别的状况之下 那目前整个医疗 尤其是先进医疗的开发进步 它的财务毒性是远超过大家的理解跟想象 所以如果用现在的这个健保状况 它一直用总额预算这样的马菲剂量 来想要改善人民在健康照顾上的需求的话 这个财务毒性是承担不起的 那财务毒性之所以会发生 非常明显的是因为整体的科学的进步 实在太快了 不管是在药物 不管是在医疗手术 或者是各类的仪器上面 都已经在过去十年来 大家看到这个成果 非常的可观 那如果有好的投资 相对来讲 比如说临近的韩国日本 他们就善用这样的进步 用好的健康投资 去改善了他们国民的各方面 能够看到的成果 所以总之 如果在面对现代的医疗 这样的财务毒性 我们健保如果不改革的话 那这样的马菲效用会越来越低 甚至就好像我照顾很多的安宁病人一样 他会很善终 可是对社会只会造成更大的影响 再度感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那个郑旭兄 那你帮我们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那我觉得刚刚讲 就是说书很重要的是timing 那这个黄仁学长这本书 现在的timing是蛮好的 就是因为刚好在总统大选 那这个我们四位候选人里面 有两位是医生 一位是2000亿身价的企业家 那一个有钱 还有这个领域的人 那我想这个 那我们现在的行政院长也是医疗出身 所以这个timing我们好好掌握 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时机 那接下来我要请联先民理事长 台湾健康经济学会 那也请您来分享 您其实也写的序 这个是 那个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不过我有点忘记我写什么了 哈哈哈哈 不过我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然后我想几点感想 然后也顺便跟张老师 讲一下我们跟张老师 张老师 我们认识 是我在健康经济学会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是一个小学会 然后我们说我们是做经济学 然后张老师是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 就是说在医界 在工卫学界大佬的 他跟跟我讲 他说你们在干什么 只有花了两三年 我们终于说服他说经济学其实很重要 大概也是这个原因 他希望找一些不同领域的 所以你真的问我说 整个健保的问题 其实是什么问题 其实我们经济学家讲 他就是价格管制 从头到尾整个经济健保的问题 就是他完全不让市场运作 然后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 不论是总额或者是说我们的给付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典型的 当我们在讲说你在价格管制的时候 短期你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你不用什么成本 就可以达到很多目标 可是长期它的效果就会产生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医势源的薪质不会涨 我们看到的这个医疗品质 其实越来越停滞 我们看到的预期寿命越来越低 这个就是经济学家在讲 长期精致管制之下 你其实会发生的事情 那要怎么样子去改变这个东西 事实上我就想到 其实跟张老师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跟我们在讲整个阳明交大的历史 他那时候跟我讲说 其实他们阳明创立的时候 最主要是要解决偏乡医疗的问题 后来发现偏乡医疗其实是交通问题 所以就把交通大学病了 结果我要讲的是说 结果他最近在跟我们讲 他觉得其实偏乡医疗是政治问题 他说你们政治大学也可以考虑一下 所以我要讲的第二个其实蛮重要的是 我觉得整个健保的问题 他现在要改变 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政治问题 因为在这个里面 当你一旦把他用价格管制做久了以后 其实你要从这个里面的整个的退出来 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问题 那我觉得在这个里面 其实大家都有点忽略了 就是说一届其实我们常在跟他沟通 我想大部分的一届其实都了解健保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子从这个目前的状态 到另外一个我们可以让市场比较进来的状态 其实这个就很复杂了 因为在所有的人在过去他习惯价格管制 他觉得我们可以用这么少的成本 就达到这么多的效益 真的是太棒了 那为什么要改 那你要跟很多人说服说 这个是长期上面会有很多的问题 其实大部分人会觉得说等于有问题的再说 至少在我这个时候 其实我都觉得非常好用 这事实上是第三个我要讲到 其实在张老师的书里面 其实我觉得在一届里面 我一直觉得真的希望 去跟他们沟通的 然后我也觉得说大家去思考的 也就是说到底你要怎么样子的路径 其实去改变 相对于非常多的一届一直在抱怨所谓的支出面 我事实上常常在跟他们讲 其实我们健康经济学会花了很多时间 一直在讨论健保的财务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有钱 你才有可能从这个路径其实去改变 现在其实虽然说我们非常多的总统候选人都在讲说8% 可是说实在的 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真的讲说 那8%的钱要从哪里来 其实我们大概算了一下 增加8%你大概要增加4600亿 那钱从哪里来 其实没有一个人愿意讲 然后第二个是说也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讲说 那我这4600亿我要用去哪里 这个是我觉得在整个我们在讲的 就是说你整个路径要怎么样子去改 其实我在这个张老师的书里面 他花了一点时间其实去讨论 有可能怎么样子改变 那我一直觉得这个事实上是很少见的 就是在整个工卫学界在整个一界里面 其实比较仔细的去点出来 你整个健保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改变 那我们很高兴其实张老师 这么从整个健保界退下来20几年 还是这么长期的关心健保 然后他一直觉得 其实跟政大的老师喝酒 其实比杨明的好 好 谢谢 刚刚讲到那个就是8% 那另外就是说 刚刚你也讲到就是说 政治人物很敢承诺目标 也很敢承诺要花钱 但是都不敢承诺怎么样收钱 那这个可能是 之后我们要请这些候选人 讲这些目标的时候 也要额外再问他们这些问题 对 好 那这个我想谢谢连兄 那连兄你也是反对 就是老人健保费的补助的 这件事嘛 刚好那时候交稿的时候 刚好是这个 我记得是柯P跟侯友宜 也都是他们都是这样讲 好 那等一下再让你补充 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黄兴苑 黄教授 是阳明交大医务管理所 谢谢 谢谢主持人 那个也非常感谢郭孝然 跟赵宏老师的邀请 那我应该也算是来把那个年龄 往下降的吧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 来参加这个新书的发表会跟座谈 我记得那个 其实我应该算是那个赵宏老师的后辈 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研究健保的体系 然后作为一个研究健保体系的学者 非常开心看到这个健保的议题 能够引起这么多大家的注意 但是我记得从我大概不到20年前 回来台湾的之后 然后每一次参加研讨会 然后你就会发现许多学者都在谈健保 但是呢 都仅止于谈健保的问题在哪里 健保有什么问题 但是当到研讨会 通常都到研讨会快结束的时候 大家会说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这个问题在那里 那解方是什么 你的解方是什么 那通常大家就会三句话就结束 医疗体系的整合 我们大家要多出钱 然后呢 我们再想想看怎么样可以兼顾 这个效率跟公平 好 那就没了 好 就没有了 所以常常过去大概20年 我们所有的讨论都只讨论 Diagnosis 就只有诊断 然后都没有解方 那很开心今天张宏老师的这本书里面 他真的非常勇敢 我觉得提出了许多的解方 这解方一定会引起争论跟 大家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那我作为一个后辈 然后从这里面也得到许多有趣的研究的idea 例如刚才大家谈的说 那总额 总额不好 总额是中短 短 短中长期的解方 那接下来要用什么 那我们是要用大家现在所说 以价值为基础的支付制度吗 那个又是什么 那它会怎么样影响我们一导招呼 这些可能不只能就是说 对我们学者来讲可能想的就是说 那差别会在哪里 那效果会在哪里 这些可能不能只靠我们用嘴巴上说 可能我们需要实证的证据 所以我会觉得 这本书真的会引起非常多 后面大家可以来做研究 来回答的议题 那另外还有一个我要回应我们 林校长今天说的 就是说 那这是一个阳明大学是一个学术自由的平台 我也觉得挺自由的 我们都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样子 那但是我还觉得 其实学术自由不是只有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而且是需要evidence的 对因为毕竟我们谈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政策的议题 那另外还有一个我想读后的心得是 也是因为在学校教书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在阳明交大 我们非常重视这个结合工程跟医学 那我常觉得只有工程跟医学这都是基础 但是这一些工程跟医学就像我们现在说 刚才那个江总统长可能讲了说 主要不要从消费者角度去看这个健保的议题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大家在发展的智慧医疗 如果您对智慧医疗有兴趣 您就不能不对健保有兴趣 因为你所有发展出来的产品都必须在这个社会上被应用 要在这个社会上被应用 很难脱离健保 所以如果您对这个市场有兴趣的人 也需要对健保有兴趣 必须要去了解它 而且可能你不能只是 以你是一个消费者或民众的角度去了解它 可能要必须要以你是一个攻击者的角度去了解它 所以我觉得对我们阳明交代来说 健保真的是跟我们息息相关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黄教授 接下来要介绍另一位拉低平均年龄更多的 你已经拉了不少了 潘怡玲 潘小姐 她是台湾年轻病友协会的创委理事长 那她自己也是癌友 这个有一个很切身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张宏仁董事长的邀请 就是今天在做非常多的健保专家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想说 但是呢 我们对于医疗被照顾这一块 我想我应该是专家 就是被健保照顾的这一块 其实我们发现就是 以前我对健保真的也是不了解 也是刚刚有专家有说到 欸 现在还在对健保是很满意的这一段时间 我想大家在座很多都还在处于这个阶段 这样 我们以前访问过就是健保署的官员 他说我觉得健保超好的 我去住院都不用等用的药最快 我觉得健保很棒啊 不需要改这样 然后大家就想说 嗯 好 是 我想分享的是就是 很多病友啊 包含我自己 其实在得到重大疾病 我自己是乳癌的病友 得到重大疾病以后 进去医院才会发现 发生一些就是 本来想象不到的事情 我们本来想说健保可能是一个全民的福利 然后我们想象的看牙医就是也有健保 看感冒也有健保 我们都不用再付这些很高额的费用 可是没有想到就是 当你踏进去诊间医师说 欸 你你要做标靶治疗 但是因为健保就是财务的关系 没有给付这样子 所以你要自费的做 然后顺道一提 我自己一起乳癌 我的标靶的费用超过一百万 全部自费 对 想分享的是 我刚好是有保险 有支应到这一个标靶治疗 但是跟我同期的一位病友 他跟我的状况一样 我们发现乳癌的时候都是一起 比较早期发现 然后他跟我的差别是没有保险 所以他那时候跟我说 他说米娜我想要跟你说就是 我希望自己可以更严重一点 因为当你转移到08的时候 你这个药物健保有几次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心酸的 因为大家要考虑的事情很多 就是你可能有家人要照顾 年轻的病友有长辈要抚养 所以却这个时候你才发现 原来健保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他在健保的这个财务冲击下 他变成就是他保小不保大 这个其实我想失去了一开始 健保创立的意义 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才开始有各种疑惑 就是我们觉得十全十美的健保 满意度最好的健保好像不一样 当你真的遇到疾病 然后开始陆续有很多病友就分享 他用什么药不能给付 他卖了房子 然后他去贷款这样子 年轻的劳动力的族群 台湾大家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现在的年长者非常多 甚至都超过出生率了 然后但是呢 我们发现到这几年 癌症得的人非常非常多 也造成生病很多年轻人也离癌了 我读书心得里有写到 但我现在忘记了 就是24岁到64岁的这个劳动人口 目前在接受癌症治疗的 有超过47万 我看到了有人一直帮我打pass 47万多 对对对 说47万对 你想象不到 其实有这么多人需要帮助 而且是他们现在已经在跟病魔痣 就是奋斗的时间 当你在身心遇到这个疾病的重疾之外 其实大家都想专心治疗 可是当你遇到财务冲击 其实真的会就是慌了手脚 你家里可能还有长辈要抚养 那你还要照顾小朋友 所以非常感谢就是张荣仁董事长提出这个议题 其实每次我们听到在这个过程中 有来自各界的专业人士提出这个议题 我们都非常感动 因为我觉得我了解这个议题是因为 我们已经遇到困境了 然后不得不发现 原来有这些问题 但是来自各界的专业人士是 本身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但是他提早想象到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 虽然就是我们这边已经使用不到 但是我们协会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协会一直积极地推动 就是健康的倡议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重视健保的议题 了解健保之后 这个健保的制度如果有了改革 它其实可以帮助到更多你重要的人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议题还不了解 推荐这本书 写的超清楚的 真的我们自己协会的同仁 也是都了解这本书 然后觉得学习到了很多 谢谢 好 谢谢 我想这个怡琳这个分享真的是非常直接 也是让我们觉得 这个我们知道 同仁学长写的很多都是事实 可是没有实际的案例 那这个就是最好的案例 那接下来我要请卢瑞芬卢教授 这个长庚大学医务管理学系 谢谢 那个郭校长邀我的时候就是 第一句他就跟我讲说 因为觉得上一次呢 那个平均年龄比较高 所以呢 他邀我来就是说要有比较年轻一点 我提醒他说 我再过十几天就进入花甲少年组了 所以我压力年龄的这个功效不大 但是研究健保的时间是蛮长的 从1989年 跟着肖教授规划第一期健保的时候就开始 事实上也是因为这样的转机 我从一个只想做专业摄影师的人 变成了一个做健保的这个健康经济学家 那我这个第一次参加这个新书发表会要交心得的 这是第一次 但是我还是要很感激 因为他让我真的内心良心加 我在赶我的paper 我十月要去Harvard发表一篇paper 我一直在赶 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想 糟糕我居然辞交了 我这么好的学生 我怎么会辞交作业 所以当天晚上我就写了 那个写了个message给他 说抱歉抱歉 我在赶论文 然后呢 结果又拖了四天 然后最后还是这个赴金请罪 说这个持交的作业请笑纳 那我其实本来想说这个就前面当然是要赞美学长一下 就说这个书写得真好 学长我也很惊讶了这么多年 我发现那段话写完不到一百个字 那我想我就 我赶快就再回去看那个 我心里的惊讶我是写得很简要 因为不能剧透 所以我就回去看看红文给的作业 他说其实不是只有读后心得 第二个部分是要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 那段写的我就超过了很多次 那我还是觉得就是大家 其实要有使用者付费的观念 就是你要去买书 然后加上你的时间就是要去读书 你才能得到这本书的效用 所以在这里我不会剧透太多 但是我大概有几点要跟各位分享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红人学长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很多观点 其实有点颠覆大家的想法 比如说当你在问说我提供一个新的治疗的时候 我就节省了多少钱 事实上这个节省多少钱可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改变了什么 这个就是你让这些人在活下 就是我们生病然后得了一个更好的治疗 其实我们的塞椅费也变差了也变好 就是塞椅费比较少 我们的quality of life也增加了 但那一点都没有算在 还有寿命的延长 它甚至都没有算在这个equation里面 所以事实上 就我们现在有一派新的研究 就是net value 也就是我们去计算一个新的支付制度 一个新的支付方式的时候 我们会去算说因为得到这样的治疗 所以它延长了寿命 这个延长的寿命 你对社会带来多少的贡献 这个时候再去减掉你投入的成本 那就是所谓的net value 但是我们没有 我们一直都在比费用的高低 那我觉得宏仁学长在这里面 其实就点出的这一点是很重要 那另外其实在里面 一直在比较平均余命 所以我对这一点 我一直觉得说 这个平均余命来讲好像有点太粗浅 可是最容易算 所以我问了一个人口学家 那他就跟我 他指引了我一条名路 他说其实我们的平均余命呢 是每个年龄层的这个 这个inspected 就是死亡率来计算的 他说我们如果看台湾的这个 年龄层的这个死亡率 你会发现40岁以下的 我们已经maximal了 我们大概也不可能再改进了 因为我们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真正能够延长平均余命呢 其实是延长65岁以上的人的平均余命 那问题就来了 当你延长65岁以上的人的平均余命的时候 你延长的是他的平均余命 还是他的健康余命 也就是说你这些医疗科技带来给他的 是就只是延长他生命 像一个life support system 还是你真正能够延长他的健康生命 让他对自己的人生或者对社会有另一层的贡献 我觉得这一点需要深思 就是这点是真的需要去想一下 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 说我们要延长平均余命 但因为当你只是延长他的余命 没有延长他的健康 增加他的健康状态的时候 其实这些医疗是不是真的 我们应该要花的 所以这中间不是一个完全的equation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进一步去讨论的 那那个再来就是里面 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宏仁学长非常积极推这个市场机制 这个部分我某个部分同意 也有一些地方不同意 我认为在医疗一半 就是医疗的可净性的部分 就是治疗疾病 治疗疾病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公平性一定要维持 我都在做公平性的研究 但是医疗过程的 amenity 比如说你要住头等病房 你要过得比较舒服 我觉得那个部分要给市场机制 就是你真的是维持他life and death的那个部分 我们要维持他一定的公平性 但是如果你是在让他过程里面比较舒服 我觉得应该要有使用者付费的观念 就是你想住比较好的病房 你本来就应该付比较多的钱 那这一点其实台大医院很久以前在做 我还记得我念大学的时候 我妹妹心脏开刀 然后那时候台大也有那种通铺型的 就是大概六个人十几个人的 然后呢也有头等病房跟这个 那我爸爸当然很爱女儿就会跟医生讲说 希望女儿能够住这个头等病房 然后呢这个医院的人就来跟我们讲 他说事实上我们台大的算法是这样 你如果住头等病房 你的这个医师的手术费 所有的费用呢都是加急的 所以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要住头等病房 跟你住这个病房 你一样都可以得到一样的一位医师来开刀 但是你的手术费病房所有的钱 都是加急的 所以是完全符合这个学长里面 所讲的这个新加坡的制度 就是你跟着病房它其实会增加 那当然有了健保以后这些就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在amendity的部分 我觉得应该要使用者付费 健保没有理由让你做最大的享受 因为我们还要把这个钱去救更多的人 因为fundamental我觉得健保面临的挑战 是最基本的经济问题 就是资源有限欲望无穷 所以你问任何一个人他都要什么都要 但是你问他要不要付钱的时候他大概都不愿意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基本也是一个很人性的问题 那这个学长在里面有提到 Jeremy Lin 他所写的这个新加坡这本书 他2013年出书的时候 他就写信要我帮他写一个endorsement 那我就写一个one liner 我这个中文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是新加坡制度的big fan 我不认为新加坡制度是好的 但是你的文章写得很好 所以我有把这句话跟学长讲 那学长就学长说 这个真的是Rachel的写法 就是我很诚实 但是我还是要赞美一下这个挫折 那新加坡的制度就是像学长刚才讲 他其实都是要使用者付费 那这里面有会有很多阶级上面的问题 所以新加坡的制度一向都不是我敬仰 而且我最比较没有办法去真正了解 新加坡的制度是这整个国家 就是一个secret service 他的资料从来不release 给academy的人做研究 所以他告诉你说 你看看我们的医疗支出 只占GT的4.08% 我其实绝对不相信 因为以他们的水准来讲 我不相信 但是呢 当 Jeremy 写这个字在这里面的时候 我问 Jeremy 我说 你们又不是用OECD算 也不是用大家的这个方式算 你们怎么能够以此为好 他说我们就是secret service 因为我们就是不知道政府 我们不知道政府在搞什么鬼 但是我们有的就是政府给我们的数据 所以呢 就是拿新加坡的这个数据 来跟世界各国比 其实是orange比apple 所以是比较难 但是就是说 他里面运用市场机制的部分呢 其实也不尽然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我觉得他在solidarity 这个部分其实是做得很差 因为新加坡50%以上的费用 其实还是靠民众 他们真的medicave life shield 这个都没有占多少 也就是他社会同舟共济的这个基础 其实是非常薄弱 那我觉得这个是有做社会保险的 应该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还是可以做很多的讨论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卢教授 那这个 我们现在只剩下六分钟 那这个要在第二轮 那因为事实上卢教授 刚刚已经有把你的第二个问题 你也解说完 那刚刚这个黄教授讲的就是说 我们要来讲解方嘛 我还是 那刚刚可能比较没有讲到的 这个 楊学长 你要不要也谈一下 因为我刚已经抛出一个问题了 就是 那你可能可以帮郭台銘先解答一下 也可以代表电子业讲一下 就是说 电子业可以 牺牲一下吗 没事 刚才谈到 如果8%的话 是4600亿 4600亿 这个金额看起来很大 那我如果说 从台湾的整个 现况 社会现况来看 我说台湾是偿富于民 台湾是偿富于民 所以 这个4600亿 如果说有适当的 的arrangement 应该是 这个金额是 不是 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了 那我举一个例子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 一个关键 是信任 这个钱要进去 刚才有提到说 这个钱怎么来 还有一个是 怎么花 如果说我的钱进去 我也不知道它怎么花 又要销毁 五千万个 五千万的鸡蛋啊 什么的 有很多 大家的政治立场 在场的 蓝的绿的 白的红的 什么都有 所以你怎么样 信任一个政府 它会妥善的处理 这笔经费 我举一个 各位 我是 老交通大学毕业的 合并之前的 交通大学毕业的 那我 因为交大 当年我们进去 都是IT 半导体这个领域 那正好也碰到这个机会 我时常开玩笑 讲说我18岁 进 学校 我就练了几本物理 化学数学 什么也不懂 四年之后毕业了 后来 台湾开了几个半导体公司 他说 你哪个交大 电子物理系啊 你们懂半导体 你来 我就做了四十几年了 那 缴税这个事情 我们是穷人家长大的 所以我根本 从来没缴过税 我不知道税是什么 一个结构 但是我到细股 开了公司 进到资本市场 把股票几千万美金卖掉了 我才发觉说 哎哟 这个制度真好耶 美国 对于 Foreign 的Capital Game Tax 就资本利得税 Zero 0% 美国对外国人 他非常鼓励外国人到美国投资 你投资他的股票 资本利得 赚的钱 0% 那我年纪够大 健保28年了 在健保之前十年 台湾的钱烟角木 那时候经济起飞 台湾的 台币的汇率 从40 很快 在一两年之内 就调到27 8 最高到25 就是 从健保之前 再回推十年 那当时 我们今天有 非常专业的经济的记者 我要仔细一点 我当时在美国的Capital Game Tax Zero 在三十几年前 我回台湾 台湾说 境外所得 中华民国国籍的境外所得 0% 不用缴钱 后来我在想说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制度 当时台湾又没有很好的外交关系 又没有很完整的电脑系统 你反正境外所得 你也抽不到了 所以它的制度上面 就境外所得不用 不用抽税 一直到 多少年之后 才调整成 20万美金以上 要 要开始缴税 那 回头到刚才讲说 这个裁员 跟信任 我举一个例子 交大的校友出来都很爱学校 常常谈到饮水思源 我们曾经回到学校盖了一栋水泥大楼 非常好的大楼 进去我一看 我说 我们不能再像我们当年在学校的时候 这个装修这么简陋 我们一定要让它变成一个智慧教室 智慧国际会议厅 那我们就捐了一笔钱给学校 结果隔了 后来隔一阵子我们捐了钱 我想了解一下它的进度 就学校说 这个要发标 然后最低价的得标 我说不行 我想要一个怎么样 我什么 他说不行 中央相关的规定 一二三四五 后来想了半天 我还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就跟红人一样 我们就要找到问题 一定要解决 后来我跟学校讲说 你一个钱摆到 反正这些人常常捐钱 这笔钱 我再募一个六百万台币 我用实物捐赠 我们把这间教室 所有的桌子板凳椅子 底下的地毯 上面的喇叭 有方向性的喇叭 那个后面的讲台 全部按照我们的规划 我花这个钱实物捐赠 这个重点就来了 就是只要在公务体系之下 去做这件事情 你很难期望到你的理想 你的规划的规格 那现在这就是 现在是中华民国行政院 卫福部 什么单位 什么部 什么局 什么署下面的这些公务单位的医院 这个在这个制度之下 我想如果说我们钱再进去 它还是这样子结构了 所以这个信任非常重要 我不是说 刚才举这个例子说 我不信任 扬民交大这些总务 行政什么 不是在这个制度架构之下 他就一定要 这样子处理 那我 刚才谈到这个裁员 首先我提到说 4600亿8% 差的这个金额 台湾长富民民 这个金额呢 是有很多人 会 而且 当然我是比较 比较理想主义的 刚才谈说 要交多少钱 花多少钱 扣多少税 有所得就应该缴税 在美国如果说你在日本 在先进国家 你当然是有资本利得 你就要缴税 你就享受社会的福利 那当然美国它对外国人到美国 投资它鼓励它 所以资本利得 ZERO TAX CAPITAL GAME 那但是 要让这些人回馈到 这个机制里面 这个信任非常重要 如果我钱摆进去了 又看到有12345这些issue 我 我 钱进去了 我们脚很多税 心中在糖学 说 又 我就不提说 因为政治立场有很多 不同考量的问题了 以上补充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江学长 那 我们时间到了 我可不可以请问 其他几位语台人 就说 你们有没有什么一定要说的 就不说会很遗憾的 赶快发表一下 那个 好 王董事长 那你有两分钟 好 谢谢 谢谢 我 不讲的话 我一定会mental constipation 就是我的脑袋会便秘 哈哈哈 不好意思 我一直说 其实刚刚讲过很多重要问题 包括胖会长所提到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第二管道的健康保险 健保当作一个基本的一个保障 对全民来讲那个是必要的 就好像卢老师所提到的 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再产出第二个管道的健康保险 还是由政府主导 可是呢 他可以请保险公司透过个人愿意去投保的情形之下 把这样的第二管道的保险能够把它建立起来 因为我们目前发现这个保险各方面问题非常的破碎化 而且它的保费一直叠加上去 所以其实很多人他要做完整的保险困难度很高 可是如果由政府出面来引导的话 就有机会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当然这个是需要很多的人共同来参与 共同来讨论 那这个已经不是卫护部单一个单位可以处理的 他必须要透过行政院跨部会的组织 包括金管会其他的各方面 经济部等等 也许有机会让第二管道的保险可以把它建立起来 以上补充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王董事 那那个 这个我们刚刚讲说时间不够很不好意思 不过这个我现在发现 我逼大家写那个读书心得是蛮睿智的 我们这些心得都可以 我们应该都可以提供给与会者 如果刚刚觉得好像谈的不太 听的觉得不够的话 那我们也会把那个心得都给我们的媒体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 就跟我们主办单位索取 那所以我想我们这一个第一场的一个论坛 我们就到此为止 那我们用热烈掌声来谢谢他们六位好吗 好 谢谢 谢谢 紧接着是我们第二场座谈会 我们特别邀请国立阳明大学校总会会长戴希妍 国际医疗卫生促进协会理事长李伟强 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理事长洪子仁 台湾医疗劳动正义与病人安全促进联盟理事长楚宁伟 以及新北市医师公会理事长颜洪顺 一起来探讨健保议题 邀请五位语坛人上台 并再次请林洪文顾问为我们主持讨论 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 谢谢 谢谢 那谢谢各位 这个接下来五位是压轴 那我们时间是50分钟 那这一次呢 这个我稍微控制一下时间 那这个我们现在等一下有一些小小的提醒 每个人我想 一样第一轮 让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这个你们读书的心得 那第二轮呢 我们再来谈这个怎么样的解方 那我想我们这一场的论坛 五位其实基本上也都是 这个跟上面一场是不一样 我们都是医疗照顾的提供者 那我想提供者的角度应该 我们其实在书中看到就是 刚刚讲医护人员的这个薪水都很低 然后这个问题其实蛮多的 那我想可能 这一场我们会呈现出来的是 不太一样的一个观点 好 那接下来我想每个人有四分钟 那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读书心得 那我先请我们潘西言 潘总会长 国内阳明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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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西言 戴会长 戴会长 不好意思 那我们请戴会长先来分享 好吗 谢谢 谢谢主持人 在座的所有嘉宾无安 我是现在目前是 阳明大学校友总会会长戴西言 我本身也是酸医师 那这场座谈 我是接到Email 才知道说我要参与语谈 我想说我不是健保这方面的专家 那怎么办呢 那就还是硬的上场这样子 那我想说 我们的全民健保 真的是一个世界上 我们性价比第一的 因为有了这个健保才会 才没有说因病而贫 或是说因贫而无法看病 我在想说 当年若是有健保 我爸爸或许可以多活几年 真的 我没有切身的感受 那个年代的时候 没有健保的那个年代 那 因为有这个健保 所以 得到这么大的 九成的一个民众的 认同度 那 当然 当年是很好的一个政策 但是这么二十多年来 下来的时候 我发觉已经有很多的问题存在 那 说要讲读书心得 所以我还是要偷看一下 但是这几年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 很多的一些医疗指标 我们都已经敬佩莫作了 其实我们平常在忙着门诊 很少去深入这一块的探讨 那看了洪文学长的这个书以后 我们就惊讶到说 我们这么多的一些指标 以前赢韩国的 现在竟然都落后了 那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穷斯杯 看穷斯杯时代的时候 我们就很讨厌韩国队 现在 竟然变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医疗从业者 我们就觉得说还蛮受伤的 那这当中当然有许许多多因素 那洪文学长在书中有 具体迷移的一些博析 但是归纳总额来讲就是说 脱子不足嘛 长期脱子不足嘛 那目前这个总额制 对我们医疗从业者 当然是感同最最的 能够感同身受最清楚的 那就像说 我诊所前几个月被核删了几十万 那我心里就很分分不平 可是在这种子之下 有时候真的是 我们就是实际的一个受影响者 那刚刚江长安会长有说到 这个行资的问题 总的问题 那交大方面校友会是 非常非常的有钱 那我阳明校友总会这边 我现在先为会长 我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要去募款 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经济来源 只能募款 那我募款的时候 我们校友都是一万两万张在捐 那交大那边在捐的时候 都是百万千万亿 再算啦 所以那刚刚在门口有摆 红人兄这一本书 捐款五百块给阳明校友总会 就有一本书 所以这个地方 可能等一下大家出去 为了帮助阳明校友总会 那就多多光顾一下这样子 其实我这边是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医界事实上是在这个健保总额之下 在这个牺牲医护血汗的状况之下 所过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 那我相信说 以前在科到一些报导 比如说荣总这边有某位名医 一退休以后 一退休没几天就走了 你会感觉到说非常心酸 牺牲奋斗 贡献一辈子 那结果一退休竟然就这样走 这代表凸显就是说 在这个健保制度之下 医护的血汗心酸 那至于说这个部分的解方是什么 那黄仁学长也在书里面 列的非常多的一个方案 当然我这边就不去多讲这么多 那我想说或许等一下第二轮 我们再来谈一些 不过我觉得说 借着这本书大选期间 刚好这本书出来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timing 如果说能够借助在座媒体 能够把这个书普及 让民众第一个面向 让民众去了解健保的这个乘客 不是说方便 就医方便就可以任意的去使用浪费 当然也能够 第二个面向也能够提醒一些专家学者 就这个议题做深思的探讨 那提出解决之道 当然在这个大选期间 也给政府一些候选人一个压力 当舆议行程的时候 如果说民意的基础 是希望在这方面做改革的话 那政府就不得不去面对这个课题 即使很艰难 但是因为有民意基础 所以政府更愿意来改革这一方面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的确是需要在这方面 大家广为来探讨 那我也觉得说或许未来 可以再多办一些这一类的论坛 或什么的形成一个舆论 那也能够有让政府有民意的支持 来敢大刀阔斧的做改革 让这个健保能够改革 当然有很多的方式 这方面就是看政府的主导 那当然最后还是需要一些专家学者的 共同来投入这样子 那我就简短分享到这边 谢谢 好 谢谢代会长 我其实比较预期就是说 因为我们之前在讲就是说 那个对健保满意度 很多都是这个使用者的满意度 但是医疗照护的提供者 好像满意度很低 那也许等一下 因为在座五位都是 所以基本上几乎都是医生 所以也许也可以谈谈这方面 这个我们碰到了哪些问题 好 那接下来我请这个李伟强副院长 他也是国际医疗卫生促进 学会的理事长 那跟我们分享 谢谢 谢谢主持人 点名 还好先点到我 如果先点到轰子 我怕我待会没得讲了 好 恭喜今天这个 我们的学长 又写了第二集出来 他就很早有机会来拜读这个健保危机 当然后来主持人还要逼我写200个字的心得 那我还真的蛮认真去把这书看完的 到了这个年纪要去把书看完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 一般说我的习惯都是在书店把书翻翻 回到家就不会再看的 都是这样子 好 不过我真的看完了 因为我想说到底这个危机在哪里 不过当然在写200字心得的时候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 不是健保危机 而是医疗危机 我还是必须 因为我在医院已经工作30年了 民国81年我在这个学校毕业 我在学校毕业 现在已经31年了 如果再把之前的实习两年算起来 都已经33年了 当然在座比我更资深的还有 不过30年也不算是一个短的日子了 人生有多少30的寒暑呢 那我们就见证了整个健保从无到有 我都记得1995年的时候 高中简单上路 那时候应该是学长讲的 他简单上路 那简单上路之后 其实我相信健保理论上 他应该按照原来法令的规定 他其实是有一定的调整的 是动态的 可是我们看看 健保这30年来 其实最主要28年了 主要是什么 其实总额预算 我觉得总额预算后面 变成一个金箍咒 就好像个锅盖一样 它盖住了其实是什么 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 刚才前一段时间 大家已经提到了 我们健保当然很好 可是我实际上在很多场合 包括国外 美国邀请我去演讲等等 这些场合的时候 我都想讲一件事情 台湾好 不是健保好 我们是医疗好 我这样子不是要去跟大家 defense这个东西 而是什么 民众感受到的是医疗 民众不是感受健保 我们在座的专家 健保它是finance的问题 是财务的问题 健保是什么 是让大家 不会因病而平 也不会因平而病 大家看病 不会再像健保 十之前的40% 没有保险的人 老弱附孔 他们没有保险 你觉得这么好 民众感受到是医疗 那这个健保 我已经讲了事实 他讲了事实 那为什么民众 没有感受到呢 你去随便访问 十个路人 你认为他觉得 有几个人 告诉你健保是危机的 我相信很少 很少 为什么 因为他交的钱 就是这样子 没有太多改变 甚至很多人越来越多 不用交钱了 对不对 以后可能明年开始 更多人不用交钱了 这怎么会有危机呢 这危机 这应该是好处 这好处怎么会是危机呢 对不对 所以你当我们讲危机的时候 当然我相信 如果今天书名 改成叫健保契机 大家这种书很难卖了 这东西还是有点 Marketing的考量 我认为是这样子 对不对 不过对我来看 其实这个整个健保的 所谓的健保危机 其实已经被一届吸收了 因为我们今天所探讨 书名所探讨的事情 不是这两年才发生的 其实很早就已经看到 这个问题出来了 对吗 我想在座其实我看到 很多媒体记者 我都蛮熟 我一眼望过去 其实很多都是好朋友 还有很多专家学者 我们现在所探讨的 财务方面的问题 不是很早反反复复吗 而且大众东西 我们有调来调去 把这个费率调一调 等等的补充保费 就是想解决财务的问题 可是事实上 它真正很多被吸收掉 在总额预算下面 是一届吸收掉 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 民众真的会感受到的 其实是医疗危机 什么危机呢 我在第一线 30年我可以跟大家 很简单地分享 第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的 我们从这边开始 从学校开始讲起 现在选科 大家知道 今年 考医学院这边知道 很多牙医已经超过医学系 当然也不是第一年这样子 更早就开始了 在学校 选科就已经开始改变了 等到毕业之后 真的再次选科的时候 大家知道 重症科越来越少人选 经过三年的疫情之后 大家知道吗 内科招不满 内科里面的感染科 胸腔科 是没有人要去的 各位 当我们在讨论 其他有的没有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年轻一代 已经用脚来投票了 他们不选这个科的话 如果下次疫情再来的时候 请问谁来所夹护病房 谁来所专责病房 这才是真正的危机 各位你没看到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那好 护理人员事情 大家已经耳熟能详 很多人 我们只有59%的就职率 那另外41%去哪里呢 对不对 好 选科到重症科 没有选到之后 到了医院去之后 他毕业 他训练完之后 他一定选五大科 五大科现在也很难 五大科可不是说 内外妇儿籍 是皮肤科眼科等 这些容易开业的 很多出去毕业的训练 很多种种训练出来 现在去外面开业了 甚至我是肠胃科的医生 我的学弟们 训练出来的时候 他去外面健检中心 做未经大厂进草营 他不愿意留在大院 留在大院 你就要做研究教学 还有什么 还有临床服务 这些东西对他们说 他对不起 我不再玩了 我去做我的 追求我另外的生涯规划 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 各位 不管是8400也好 9000也好 你加到8% 甚至10% 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医疗体系 他是撑不起来的 台湾 我常接待 在荣总接待很多外国来参观的 包括新加坡 包括很多先进的医疗国家 他看到台湾都很羡慕 他觉得你为什么 可以用6.4%的钱 给他创造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那当然我不好意思告诉大家 我刚刚所讲的这些学类的故事 我一定替台湾讲得非常好 我们多棒多棒 这样子 对不对 一言一蔽之就是 我们有No.1的健保 对 可是这都太简化了 简化久了 大家都以为真的健保这么好了 其实 我们都知道 很多国际指标告诉我们 其实没有这么好 因为我们现在的健保架构 其实是根据过去治疗 急重男症这样架构来设计的 可是大家知道 现在不是嘛 现在真正会造成的问题 是慢性病 为什么慢性病的品质这么差 因为我们这个system 不是按照这样子来设计的 我们的给付不是按照这样子来设计的 所以当然我们现在 就算投入一千亿 两千亿 我跟你讲 这个alcon还是一样不好 还是不好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下次建议学长写下本书 就叫做《医疗危机》 医疗危机 因为民众感受到 如果真的要让我们的执政者 不管是哪一档 他能感受到 这个制度非改不可的时候 那我们真的是要 让民众感受到 其实民众没有感受到 好像在座其实看起来 蛮多年轻的人 还有很多我们的这些好朋友 你去看病 你不觉得自费项目越来越多了吗 而且非常多 非常多 连我公家院都感受到压力了 为什么那私人院根本不用讲了 私人院根本不用讲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说 我在继续健保这样做下去的时候 我已经等到 我已经期待健保去改 还不如干脆我自己去改 我自己改比较快一点 意愿自己改比较快一点 那结果就是刚刚我们第一段 大家很多感受到了 或者说我们很希望 赶快能够新药进来等等 成了一个extra的这些东西 其实这都是医院端 民众端 其实早都已经等不及你去改了 我早都去改了 我早都去改了 我认为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做个大的改革的话 我相信其实改了 我们会跑得更快 我不用等你去解决健保危机 因为医疗危机早都已经好几年前就发生了 所以我们已经要 早都已经提出解决方案了 或许待会儿 我不想第一轮站太多时间 或许待会儿有机会 我们大家在讨论细节 医院做哪些东西 哪些东西 或许我们还可以继续往前面去改的 我相信至少能提点建议出来 也希望将来有机会 能跟大家一起来互相来讨论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李理事长 把你这个行业的黑暗面暴露出来 不 这也是另一个重点 不算太黑 好 接下来我们请洪子仁 洪理事长 台湾医务管理学会 好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老师 我先讲这个 这本书的读后心得 那 读后心得 请看那个我的FB 8月29号 因为这个心得是这样 我先讲心得 政府不敢告诉你的真相 总额成长率不足 总额不够 并有受苦 这是我在看这个 宏仁教授118页的时候 那这个心得是在哪里写 我跟大家分享 是在8月29号 我跟蒋万安市长 我们到上海参加双城论坛 那那天我记得印象很清楚 早上的飞机很早 那大家都知道 平常你在医院是没有时间可以看书 所以我把想看的书都丢到一个带子 出国的时候就是可以看书 因为我很怕坐飞机 飞机会晃 会很紧张 看书可以解除这种紧张感 所以我这次到上海8月29号 我就是看这本书 那这本书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很配合我的行程 因为我发现 从上海 从这个台北松岸机场飞上海 好快就到了 8点多 9点就要落地了 还好你的书写得很简单 大概一个小时 叭叭叭叭叭叭 也看的都也差不多了 当然因为平常我们就是有这方面的看过 所以就是看得很快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推荐给大家 浅显易懂 真的很容易 而且里面图表很多 你看我从 松山到上海的行程 就可以把它看完 心得都写完 所以 所以 那个主持人你问我说 心得哪里写 在飞机上写的 好 那所以我要讲 这就是我的心得 成长率不够 种而不足 好 接下来我继续讲 我觉得今天我们讲这个议题 我觉得我要先给大家 看一个历史的文件 来请看 这个历史文件 就是 今年 2月 24号 我印了很多 我可以发给大家 今年 2月24号 我们 台湾医务管理学会 在政大公企中心 發起 2023 台北健康照护宣言 在当时三组候选人 都还没有出现 但是我们在宣言中 已经提到了 我们认同 WHO接触了 健康是投资 不是成本 与健康上的支出是强化 生活品质 幸福与还容 投资的理念 2月24号 我们在这个政大公企 而且这里面最重要的是 当时作者也在这边签了名 所以 他当时 可能 你也簽这个名 所以也有这个灵感 要去撒一分之 来支持我们的倡议 所以呢 在这本书之后呢 在这个倡议之后 今年我也要很感谢 就是IRPMA 他委托了支撑PWC 做了这个医疗投资的一个报告 我觉得那个报告 写得非常好 里面也把很多的数据又呈现出来 除了我们知道的 什么 新生而死亡率等等那些 我们都已经知道 我们在国际间的评比是不好的 从15年16年19年3个ranking 所以在座的各位 很多人问说 台湾的医疗是不是第一 我跟你讲不是 是不是第二 也不是 是不是第三 也不是 大概是第37 从书里面可以你们去看一下 所以 这里面来讲 这本书里面呢 我觉得是说 后来 之城又写了这本书 我觉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之城 他们后来又更深入的去看待一些 国际间比较的数据以后 我总算得出一个 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 没有比较 没有伤害 不是我们进步的不多 是别人进步的比我们更快 刚才大家都在讲 好想赢韩国 所以我数据我专门挑韩国出来讲 因为年轻人才听得懂 因为年轻人才听得懂说 怎么我们球打不过他们 籃球也投不赢他们 怎么连健康指标都 还是落后韩国 比如说大家如果有兴趣 在BioSpa的这篇 这个里面就有提到 我们在脑血管的标准化死亡率 我们下降14.9 看起来好像很漂亮 对不对 就是从2011到2018 八年期间 我们脑血管的标准化死亡率降14.9 韩国一番 人家降了40% 而且是不是只有这个指标 所有的指标 它都降得比我们多 所以我常讲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这让我回忆起我高中的时候 我在我们班都 考试都前三名国中的时候 我跟我妈说我一定考得上建中 她最后还是没考上 因为别人比我更厉害 所以我是落伤 我自己落伤 我来跟你们分享说 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活在 我们自己以为的世界里面 你唯有拿到国际间去比 一比较你才知道 所以哎呀 你就是棒球就打不过人家 篮球就是投币赢人家 因为人家可能训练的比你更好 很多因素 Anyway就是这样子 医疗健康也是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不要让民众知道 健保的真相是什么 所以今天这个主题 他说大疫之后全民健保 还撑得下去吗 我觉得 我跟张教授报告一下 你这个命题 要分成两个层次 你如果问我们上面这一群人 还撑得下去 尤其我们在新光医院上 我们在医疗机构上班 说真的啦 我们应该撑得下去 为什么 反正我们再过十几年 也要退休了 啊讲难听一点 该赚的钱应该 虽然不是太好 也不会太差了 我们当然撑得下去啊 可是在座的各位 其实我们今天的倡议 我必须跟大家讲 我不是说为了我们这 五十五以上这一群人啊 我就是说 我们还撑得下去啊 我们是在看 现在你们二十岁的这一群人 你们以后能够撑得下去吗 我觉得有很多的困难 这里面包含就是说 所以像最近的话 我也发现说 很多的候选人都开始提出 这8%的倡议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 然后 另外就是说 我也观察到就是说 昨天像昨天我们的一个 陈敬明和立法委 在开了一个公厅会 他在讲说 就是在讲那个 护理缺工海啸 缺工海啸来了 那我们能不能抵挡得住 我跟各位报告 他昨天讲这个缺工海啸 让我想到一件事 我觉得我们医院 以前就好像在大海的旁边 哇这个海面平静无泼 美好的生活 民国八十九年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本业获利 大概还有八点九 长庚是十五 张教授你不知道 民国八十九年的时候 本业的获利 我们新光医院有八点九 长庚是十五 本业 到了2018年 107年 长庚已经是负的 亏损四亿多 全部的医疗机构 全部都是在损疫边缘的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说 护理人员缺工 你们医院就给他加薪就好了 不是很容易吗 我当然知道很容易 可是你要考量医疗机构的能力 有没有办法来承担 所以我讲最后的结论 就是我刚才讲的 健保的成长率不足 总而不够 我觉得这是一切的根源 当然很多人跟我讲说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说 譬如说从部门负担下手 去节制利用 后来我发现 没有办法 太慢了 因为那个省的钱都是 以十亿跟百亿为单位 没法解决问题 看样子 最后还是要回到什么 从我们的 就是总额成长率不够 总额不足要去下手 这个才有办法 尤其是癌症病友的团体 我最近 就是读那个 他的书里面也提到了 大家都知道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我讲一遍 这个交大的 算是科技界的 你在这个地方 我要跟你报告 我也希望你回去 跟科技界的这些大佬讲 你去想一件事 我就讲 美国有癌症新药出来 癌症新药是救命的 对不对 好 美国癌症新药 是救命的要出来 日本60天纳入健保给付 日本60天 我们台湾超过500天以上 才可以把新药纳入给付 这个不打紧 我们纳入的给付是 癌症新药的12个适应症 就是12个条件都可以用 我们只纳入三项 就是刚才那位病友讲的 已经要转移的人才可以用 剩下还没有转移 有9项indication 可能是不能用 你就是要自费 那为什么日本可以60天可以用 我们要500多天 而且只纳入三分之一的适应症 就是钱不够吧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新药预算一年就有30亿而已 所以钱不够健保署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去尊洁支出 所以他一定要最严重的 才让你用这个药 所以我回到最后的结论 就是我这篇文章最后写的 全民健康保险法第一条 为了增进全体国民健康 办理全民健康保险 以提供医疗服务 所以我们是为了要增进全体 国民的健康来办健康保险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后来发现莫忘初衷回到健保的本质 就是什么 大家要多缴一些健保费 这个才有办法 当然你要用什么税去补充 我都不反对 但健保费是一定要涨 那这个时候要跟民众沟通 所以我觉得我最近做的事情就是 很多机会 不断的在跟很多工商团体 我们也去提出来 其实我跟各位报告 我觉得我慢慢这样讲还是有效的 像我那天去台日经济协会 下面都工商界大佬 他看到我们台湾的数据健康指标 竟然落后在日本韩国之后 他们听了嘴巴都张得大大 一说no calling 台湾健保是台湾医疗世界第一 我们的指标哪有可能落后日本韩国 每个人嘴巴都张得大大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持续的 要把这个事情不断的倡议出来 那所以张教授的书 刚好协助我们以后在倡议的过程中 顺便把书拿来卖一下 然后让大家回去好好看 就知道为什么重点就是 总额不够 成长率不足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指仁兄 这个讲的真的很经常 我们希望我们整个录影会 最后会经过什么剪辑 然后我们会再公开给大家看 我们希望四组候选人都看到 那个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那我稍微改变一下 就是说我们不要两轮好不好 因为时间又不太够了 我们接下来两位就是 把两个问题都一起谈 那谈完 那我们剩一点点时间让 刚刚三位如果有需要补充 再补充这样好不好 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 下一位是我们的厨宁伟 厨理事长 他是台湾医疗劳动正义 病人安全促进联盟 李市长 谢谢 我先讲我今天要讲的话 然后第二段我会讲说 我看书的读书心得 然后后面我会补充一点小故事 那我今天要讲的唯一的重点就是 我们的护理人力 其实一直不断的在流失 医劳盟成立十一年 那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危机 所以那时候我们喊出的口号叫 五大皆空 血汗医疗 那结果呢 到了这么多年来 当时只有在医疗界里面的人 有看到这件事实 可是我想今年以来 大家要去医院要住院一床难求 才真正体会到这个现实 那然后政府提出的措施竟然是 增加一次国考 你增加一次国考有用吗 留不住人就是留不住人嘛 所以我今天提出的最大数就是 护理人员的薪资要加倍 然后健保对于护理费的给付 要乘三倍 对于偏乡 对于离岛要乘五倍 这样子才足够支应这些护理人力 整个医疗其实我们用一个 像打仗军团一样来看的话 护理人员就是士兵 那有医师有其他的人 这些人都只是官 官有办法带兵打仗吗 你只是官在前面 没有办法呀 其实到最后要有 能够有战力整个医疗品质的提升 其实是要靠护理人员 这些最集成的 那现在一直在流失一直在流失 所以我今天最大的数据就是 帮护理人员 其实也是我们一劳盟的正式的成员 有护理人员 要帮他们 要加薪 然后健保在这部分的给付要增加 那刚刚讲到说 这个整个缺额百分之 到了8%是4600多元 那怎么花呢 我就给当局提出一个很具体的用法 你就是先增加护理人员的给付 那其他的再一步一步去谈 那接下来讲到 我对于红人学长的这个书 我看了以后我的心得就是 我们一劳盟从过去提了好多个不同的诉求 好多的口号 我们也在跟各党 从11年来 其实是两个党 已经有换党执政了 我想在在野的时候 他都会很欢迎我们的诉求 因为这个可以拿来攻击执政党 可是等到变成执政党的时候 就会刻意去忽略我们的一些诉求 当然有一些是有实现 例如说我们要求说 医师要纳入牢基法 那当然后来是 住院医师要纳入牢基法 当然这个算是部分实现了 那但是有很多东西是 当执政了以后 才知道说当家是很困难 所以他就慢慢慢慢就觉得说 这个事情 我们就用法规来说 大概不合于规定 或是说用很多各种方式来 来让他这件事情 就传过水无痕了 那从红仁学长书中 我终于看到解放 我们过去提的东西都太小了 我们提的诉求 那个都不是 那个都是尺度太小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增加财源的话 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所以学长书中有提到说 其实怎么样才能够增加 像迁移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经费增加 才能够去做结构性的改变 但结构性的改变也不是一触可及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不开始的话 你就永远没有到达 我们想要达的目标 那第三部分我要讲 我一些小故事 然后跟大家去讲说 为什么前面我会有这些结论 还有就是我们过去是 为什么会一直在不断的倡议这些 刚刚两位副院长都讲的非常具体 非常精彩 那我举个例子 曾经我们看到有一个病人 他感冒 然后呢他看了好几家医学中心 然后看到最后一家医学中心的时候 问他说你为什么在一天之内 你看那么多家医学中心 他说因为我做一般那个信义淡水线 我就可以看好几家 好像是五家嘛 五家医学中心 因为他看了第一家 他觉得他不满意 他就看第二家 第二家如果看了还是不满意 看第三家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健保制度上面的问题 就是病人对于健康的付权 这个是我们一直没有教育病人说 你其实要对自己要 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身体健康 因为他不需要付出 他反正去看病很便宜嘛 所以刚刚就说 我们的健保本来应该是保大不保小 结果现在是保小 结果真的要保大的时候 缺有钱裁员不够 那其实我自己也算是癌症病友 那我是肺腺癌 那我从去年到今年我开了两次的刀 那所以有幸还好 我开完刀算是还恢复得还不错 那所以我自己当医生 当了三十几年 那终于也当病人以后 我终于体会到健保多好 健保真的很好 我不用花太多钱 我可以去治疗我的疾病 然后我们的护理人员也很好 我们的医生也很好 可是我自己在医院里面 我当麻醉科医师 我就发觉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因为健保这么多年来 这个不付那个不付 什么东西都要把它内含在 我们的麻醉费里面 我们全身麻醉的费用 到现在三千九百多 再加材料费百分之五十 所以总共医院拿到的钱 是五千多块钱 所有我们要用新的东西 要用好的东西 我们去跟健保申请 他说不行 这个东西都应该要内含在里面 所以要帮病人保温 帮病人用什么什么好的东西 通通都不行 所有的药物新的药物都不行 那当然加上行政系统的 他可能就是避免犯错 所以我们有用很新很新的药 叫Rami Fentanyl 这种新的药 那结果竟然断货好几次 每一次断货就是至少半年 甚至一年多 那中间当然有一些因素 可能就是在包装的规格上 不符合我们的规范 或是不符合什么东西 或是产地换了一个地方 就要重新再申请药证 那所以这个是关系全国的病患 在麻醉上面的用药 可是这个如果不是我们自己 那行内的人的话 不会有人知道的 那可是我们的这些医师 被制约了这么多年以后 所有新东西我们不敢用 有新的技术不敢用 有新的药不敢用 因为我们想说这个会被 到时候被删啊 或是说如果要自费 我们怎么跟病患去开口啊 我们已经不知道 怎么该跟病患去开口 我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新的 是可以用我可以兼饮用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要反转也没有那么快啦 那现在大家都觉得 医疗品质很好 这个是我们在消耗 我们的过去存下来的本 我自己还在当医生 其实我觉得 我真正能够提供的就是 我自己 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当他们有医疗照顾的时候 我可以帮一些忙 可是如果广大的国民 他们如果没有这些关系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去让他自己 他的家人 他的朋友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呢 谢谢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最后一位是 我们颜洪顺 新北市医事公会理事长 也是连安诊所的院长 是 大家好 那已经很多年 没有这么认真的看书了 我们这个 红人学长这本书 我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 还翻过来看看 后面这个封底 还没写什么东西 那也谢谢这个 今天的主持人红文 要我们缴200字的这个 读书心得 所以我也很认真的把它交出去 那其实在刚才四位这个精辟的讲解 尤其这个我们子仁兄 我刚才跟子仁兄讲说 在你后面讲 我这个很难讲 你是今天我们这一群 要负责扛收视率的 其实子仁真的比我聪明很多 他一个多小时就把书看完了 我花了两个晚上才把它看完 但是看完这个书 让我们有很多的感想跟心得 因为张宏仁学长 毕竟他是在这个领域里头 经历过学界 经历过官方的职位 也现在在产业界 就是我们讲的产官学 三个经历都非常的丰富 所以他提出来很多真知灼见 尤其我们现场如果有医师 或医疗从业的人 应该会很喜欢他 觉得他是最了解我们医界的人 所以写出这么多 我们的心生跟痛苦 但是我们不禁要问说 如果我们今天跟社会对话 跟一般的民众来讲 就像刚才我们副院长在讲 你去问民众 健保有危机吗 民众可能讲说 我觉得鸡蛋有危机吧 健保有什么危机 健保有什么危机 因为这个健保署都告诉我们说 我们台湾的医疗品质 这Lambio网站 连续三年说我们是全世界第一名 对不对 我们怎么会有危机呢 我们怎么需要改革呢 如果都第一名还需要改革什么 但是健康经济学者告诉我们说 这个Lambio网站 其实总共才三百多个人上去填写 而且去填写的人 都是在世界各地 Fisting的这些商务人士 那基本上那些人 都不是医疗重度使用者 他不会是重病 他也不会是癌症病人 他一定是相对比较健康的 所以他觉得方便是因为 他也感冒要看很方便 晚上也有能看 星期也有能看 不然还可以掛急诊 肠胃炎也很方便 哪个慢性病要 好症 所以他产表现出来的是什么 是CP值高 这个跟国际的研究一致 跟国际的研究一致 但是身为医疗的提供者 其实我们是很担心的 因为很多医疗的硬指标 我们看到在落后 刚才各位提到的 我们的平均余命 在全民健保开办之前 我们是赢过韩国的 那时候亚洲四个国家 日本 新加坡 韩国 台湾 日本独前 独后 新加坡 台湾 南韩 我们是B段班 那经过健保20年之后 现在是日本 新加坡 韩国 叫A段班 台湾独居 B段班 而且我们落后 韩国平均余命将近两年 大家知道 如果韩国从现在开始 都不要进步 我们要追上这两年要多久 以台湾的History 要十年才追得上 所以你就知道说 我们的健保 在某些方面 其实已经落后一个Generation 已经落后一个Generation 从平均余命来看是这样 从刚才提到的 这个癌症治疗的存活率 那可能跟很多癌症新药的引进 是有关系的 再从这个Lenset 在2015 2016 2019 1903年的期刊的发表 都告诉我们说 我们HAQ慢性病的照护 其实就是三十几名 第一年是四十几名 有学者写文章去抗议 说你这个不对 后来人家再做一次 差不多三十几 第三年再做还是三十几 所以这个东西是需要 我们深刻去检讨 作为医疗提供者 我们感受到 我们感受到我们的医疗 因为长期投入的不足 让我们的医疗照护品质 逐渐逐渐的在落后 那民众会许会讲说 我也是觉得不错 你如果不是一个癌友 不是一个重病的患者 你可能觉得 我看病还是很方便 我从一个医师公会 在基层服务的角度 从民众的角度 我们来看看 我最近手机里头 每天都会接到亲戚 朋友 名利代表的请托 说我就什么人 什么亲戚 什么朋友 在某个医院的急诊 在等床 坐不进去 拜托我理事长想想办法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好 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缺病房 为什么缺病房 因为缺护士 就刚才我们处理事长讲的 我稍微把北部的医院 打了一轮的电话去问 去问 Average大概有10%的病房 是开不出来的 10% 我问了这个 亚圈 台圈 这个 马圈 还有这个 心电磁圈 心电耕圈等医院 差不多 都在 Average都在10% 都在10% 护理人员不够 那护理人员 那护理人员为什么会不够 我们找一个轻松的工具就好了 其他不够 反正我才差一千块 爸爸妈妈补你就好了 所以 这样长期下来的一个医疗环境 这个是每个人就感受得到了 再来我们来看医师 医师 医师难道就没有感受到吗 我跟各位报告 年轻医师的想法 跟我们这一辈的想法 已经不一样了 已经不一样了 我找了一个学妹说 我最近缺医师 你帮我找一下 嘉医科医师 她回去问一下 报告学长 我上两届跟下两届的嘉医科医师 全部去走医美 她说他们觉得健保环境太辛苦了 薪水又不好 又这么辛苦 纠纷又多 为什么我们要留在这样的环境 他们全部都去走医美 有个医学中心的 退休的一个外科系的主任 有一次在吃饭 他跟我讲说 因为我觉得很奇怪 这个我明明叫技术就很好 而且我不用这些什么特材 我光是用健保的材料 就可以把病人照顾得很好 可是这些年轻住院医师 都没有人要跟我 他的总医师坐在旁边 就跟他讲说 哎呀 老师 你都不晓得为什么 我跟你讲 这少年医师都跟他们说 因为你全部都是用健保 他就没理顺了 对不对 所以他一定要学一些自费的刀 自费的特材 他收入才会好 才会有办法养小孩 才会有办法买房子 是啊 这个是现实的问题 现实的问题 所以长期下来 不仅各个医疗行业 那不仅所有从业人员 他都会感受到经济的压力 再从一个来讲 缺药 缺药 为什么会缺药 这个也是一个自由市场 经济学者讲 这个价格低 供给就会不足 那本主要是这样的 我有记这句话 真的就是这样 当一颗药把你压到 剩下几毛钱的时候 疫情来了 我赶快去生产 那种利润比较高的 我为什么还要生产 那个几毛钱的药 所以当你到诊所 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 也经常会被换药 有时候是药厂不提供 有时候是药厂缺药 有时候是因为 这个药卖给我们的价格 比健保价还高 真的 我们在院所经常遇到 药厂卖给我们的药的价格 是比健保价还高 健保价给付三块 药厂要卖我们五块钱 那我只好换药 所以这些都是在医疗生态 不仅医疗单位医师会面临的 也是大家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所以总结 就是刚才子仁兄所讲的 健保的总额不足 整个医疗的投资投入不足 这个是产生后续一大堆问题的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那解放在哪里 这个红人学长的书提出很多 很有趣的想法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说 要怎么样增加整个 保费的收入 至于保费的收入 费率的提高是一个办法 但是废基的扩大可能会更重要 废基的扩大 刚才讲说除了薪资之外 你的capital gain 甚至房地产的交易 甚至如果我们要鼓励 国际医疗进到台湾 那国际医疗会耗用到 某些健保医疗的资源 那国际医疗的收入 也可以有一些来补贴健保医疗 所以怎么样来扩大这样的一个税基 再来我觉得很有创意的一个就是 这个差额式的部分负担 就是经济舱 头等舱 商务舱 头等舱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样子会让一般的民众觉得说 平常没有使用的时候 我就要缴这么多钱 那些都把人在浪费的 但是当你自己生病要用的时候 没关系 我自己多花一点 我这么辛苦 这么认真 打拼一辈子 当我生病 我要住好一点的病房 用好一点的药 或者用好一点的特材 为什么不可以 所以这种差额式的部分负担 也是很有创意的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思维 值得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探讨 那更精彩的内容 就请看红仁学长 政府不敢告诉你的健保危机 谢谢 谢谢 好 我想很精彩 我想我们果然 我们五位医疗服务的提供者 都讲出另外一个角度 那刚刚这个副院长 这个伟强兄 刚刚有跟我讲 就说因为他的车子在外面等他 他要回去开一个重要的会 我是不是第二轮 就让你先开始 那代会长你稍微等一下 那我们让伟强兄你先发言 你看一届多辛苦 开会还有车子在外面等的 马上还不敢要开会 好 我简单讲 其实我都赞成了刚刚所提到的这些事情 不过我们还是要思考一个事情 就是说 因为刚刚健保就是做了28年 而且满意都都9成以上 对不对 我相信他一定有他 维持目前情况的一个最重要的利基 那是什么呢 除了就医可净性之外 另外就是他的公平性 好 那在Health Equity 这是代表求另外一个议题 我们看到 当然你一定讲说 我们偏乡 城乡 差距 我都承认 可是基本上呢 你知道 在台湾是个Single Benefit 你读美国就知道 美国都天差地远 各种ABCDEFG 什么都有 好 台湾有个好处 就是一个公平性 大家知道 在台湾这个经济 这十几年来 其实不是那么理想的情况下面 民众最后能够依赖的是什么东西呢 是这个公平 因为他在平常的社会上 看到太多不公平的事情了 可是唯一让他觉得 不会因为他的身份 他的地位 他的经济情况而改变 那就是健保 因为毕竟不管是 谁走进了台北人走来 他几乎享受的是 一模一样的东西 不是这样子吗 甚至你暂时没有健保卡 你都还可以继续看病 这是公平 所以在我们今天 在做任何健保的改革的时候 我们别忘了 要维持住他的一个利基 就是公平性 好 公平性 所以这个呼应到 就刚刚提到我们讲的 仓等 第十三章还对嘛 其实这个插额给付 早都已经做了太久了 现在是卡在 比方各位不知道 以荣总来看 公立医学中心 健保床比例是75% 75% 我只有25%的非健保床 这25%非健保床 基本上其实 也都是两人房 我们的健保床也是两人房 那其他就是单人房 所以我每次接到最多电话的 当然不是来自于我们 颜学长的 而是什么 都是来自什么 都是我需要单人房 或至少两人房 都这样子 像在座各位也有经验 我跟你讲 其实很难 因为早都被占了 因为 其实我们单人房 也蛮 差额还蛮贵的 五六千块甚至 超过一万都有 一床难求 一床难求 你必须承认 这个经济的落差是存在的 是存在的 可是 如果我们今天 真的要把这东西变成 我除了病房差额之外 我其他费用也要去 也要去成一个倍数 一点二倍一点几倍 像头等商户 商务仓务豪华经济仓 这种的话 我们要小心会被侵蚀到 我们健保当初的一个事情 我只举一个例子 当中结束 我今天来的一场叫做 国际医疗卫生促进协会理事长 我在十年前推 自由经济师办区 对的时候 那五大项目 有一道国际医疗 那时候被打了 真的是体无完肤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有很多人告诉我 这会造成阶级化 让好医师留下去照顾有钱的人 然后好的团队照顾了一些人 医院就是为了收有钱人而更忽略健保 你在急诊室 有这么多人在排队 却把床位留给外国人 或留给什么 那时候 讲了一大堆 对不对 那后来所以说 那就无疾而终了 如果我们今天把健保 再来做最快的时候 民众在台湾最应以为傲的 最珍贵的资源 它若 最后 它变成只有某些人 可以优先来用 或是不要用了 最后会被侵犯到 影响到我们健保 我刚刚讲的很重要的 公平性的利基 也特别在台湾经济情况 还没有一个很明显 反转的情况下面 这样做的时候 我认为大家要思考 要严谨这个事情 要不然 我相信 今天我们的执政者 不管哪个党 他基本上 他也又何尝没有想到呢 可是当他推个政策出来 是影响全国的时候 我相信他会更谨慎 会更谨慎 这是从我一个 医疗从业人的看法 这三十年来 我觉得 就医的可敬性 跟它的公平性 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这是或许我们健保 所以它是个社会保险 甚至是个社会福利的精神下面 它并不是一个business 那一届就继续承担 它的这个危机 其实真的是我们在承担的 在承担的 这个危机的话 我只希望说 或许将来我们有更多好机会 来讨论看看 如何来根本就起 因为钱扎下来之后 十年数目百年数人 我们尽量改变一些 年轻医学生 护理生 护理生现在开始找不到了 你开始不进来了 你要改到十年后 甚至十五年后 他们才会毕业出来服务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不赶快做的话 其实后续 所以这个钱投入 不只是健保的资源投入而已 甚至我的教育 医学教育等等 各方面都要投入 这个时候才会有后门利基 别忘了 还有一个没有经验面 讨论到长照的问题 长照跟我们的医疗 其实是在抢人才的 我们不少人力 其实是流到长照领域去 甚至居家等等 这些领域去的 这个可能题目就更大了 所以下次搞不好 下本书的名称 我会把你想到了 叫做《双重危机》 好 谢谢 谢谢伟强兄 那如果你要先离开也没问题 这个是 那就谢谢 谢谢这个伟强 谢谢 好 好 那那个代会长 要不要也补充一下 我们当然超过一点时间 好 没关系 让您发表一下 谢谢 我想就做简单的补充一些 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公平性 我想说洪人学长在里面 也有特别强调这一点 就是说 一般民众的基本保障 我们还是要维持 能够获得民众这些的 接受之后 我们才能够再去发展 另外一块 再插耳定价 或是什么样的这一块来做 那我个人认为是说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财务 那刚刚在里面有提到很多 增加财务的方法 当然就是说 大家讲的说8%这个部分 那或许是渐进式的增加 这个预算 第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洪人学长写的这个差别定价 这个是蛮可行的 因为 健保帮你付一定的额度 然后你想要更好的service 那部分 那个就是你自己去付 那这个部分 除了可以增加医院的收入之外 那个人 因为可能有一些商保 也就是说把商保拿过来 补这一块 这样子在医院的财务上 可以增加改善非常多 好 好 我觉得说这个是可以一起来做 那当然另外一个 当然我们前面有讲过说 这个企业界是可不可以捐款给健保 那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蛮好的 因为捐款还可以抵税 那或许 在这一块政府可以再来规划 因为像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买了很多的保险 可能叠叠加加等等 但是有没有发挥作用 有的有 有的可能只是一个心安这样子 那在这一块的时候 政府是否可以来规划说 我在一般的保费之外 来另辟一个管道 让有心的民众或是企业 能够把这个钱进来 或是说我每年多缴10万或20万的健保费 未来我能够得到什么样的service 等于是另外一条的一个健保方式 或许这种东西可能需要政府专家学者 来做一个比较严谨的研理 那其实有很多的方法 那我觉得说这个东西 还是需要一些专家学者来共同讨论 因为毕竟财务是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因为就像我总会一样 缺钱的时候你就会很伤脑筋这样子 谢谢 好 谢谢代会长 好 那我想我们时间已经超过了 那我不知道我们要不要接受一些些问题 大家听了一整个下午 那是不是有人有问题 我们也许再到40分结束好不好 有没有人有问题要请教 也不一定请教再做四位 我想可以请教作者 那这两位校长也都在这里 我们是不是有人要提问 那你如果要提问的话 你的椅子上就有麦克风 你就可以直接你也不用站起来 那你的应该是左手边 你拉起来就可以 拉起来就可以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一位 我是李道琳 我上礼拜碰到一个全国教师公会联谊会 他们有个法制组 他们现在在争取 就是说在台湾各县市 成立一个教师资源中心 是法定的机构 政府的这些预算什么会进来 那我知道我们一届有非常多的精英 而且我想健保问题应该是全民共识 只是每个人对他理解的程度不一样 那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一届应该是有一个 一个全国性的团体 有一些共同的诉求 因为一届的问题只有一届的人最清楚 OK 然后应该提出一些共同的倡议 然后跟政府做某些程度的沟通 我个人注意到公共建设非常多的钱 我不晓得为什么 可是台湾是不是还需要这么多硬体吗 对不对 为什么政治人物都把这些预算 实际上钱是分配的问题 像国家明年的整个预算是增加的 可是那针对健保这边怎么处理 实际上如果说那些国家预算 有一些钱来拨补到健保这边 我想可能环境会有某一个程度 很大的一个改善 这是我的建议 谢谢 谢谢大林修 那这个我想在座四位有没有要回应 还是宏仁学长也要 我就一 好可以 这个问题我也思考很久 后来我总算知道答案了 重点很简单 因为选举人他要做民众看得到的 公共建设做下去盖捷运 盖高铁到屏东看得到 盖一条铁路到阿里山看得到 投资健康很难短期看得到 但是候选人都是这样 我稍微讲一下最近我观察到的状况 真的也是这样 你去想一件事 65岁以上的人排富不要缴健保费 其实这一点 其实我对侯市长大家是很好没有错 可是这个我是有意见的 为什么因为这根本损伤健保的根本结构 我只是要表达 但是你不能怪他提这个证件 为什么因为他发现六都可以排付免交健保费 为什么云林跟南投的人要缴 所以他是基于这个公平性 他提出这个没有错 他有他的这个想法在我们尊重 但是我只是要表达就是说 就是说政治人物在考量很多事情 是以他选票的这个趋向作为他的考虑 这也就是解释说 为什么有另外一个候选人说 那我拿两三百亿给学生少交一些学费 你就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可是你看我们这个健康投资 这个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 就像盖下水道一样 是看不见的 只有政治家才会做这种事 一定是这样的 为什么因为你看 你盖这个下水道谁看得到 台北市盖下水道盖最多 你知道是谁吗 黄大洲 黄大洲 对不起 是黄大洲 黄大洲做了很多这个 但是这个看不见 所以人家对他印象不深刻 所以我是说 我们这个医疗也有这个问题 你要长期投入 五到八年你才看得到 你的健康的指标会往上 那这个东西要政治家才有可能这样子做 第二个你提到说 我们医界有没有这个团体 当然有 一个是医院协会 他就代表整个医界的团体 跟政府的这个沟通 那我们也是会提出这样一个倡议 也谢谢你告诉我们 这样一个一个讯息 不过我还是要讲一下 那个部分负担的这个问题 因为刚才连教授上一轮有讲到管制 这让我豁然开朗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条路走不通 因为政府的思维就是管制 健保床的管制 插合定价的管制 诊查费的管制 因为你书里面有讲到 诊查费 其实如果说从另外一个角度 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医生 你要看好一点的医生 诊查费加一百两百 你愿不愿意 这叫市场机制 可是管制就是 我管你大医生小医生 第一年跟第十年的 全部都一样的诊查费 这就是管制 后来我发现就是说 这个管制一定会存在 因为以台湾的这个氛围 要去打破这个很困难 所以我还是要讲 我的结论就是 成长率不足 总额不够 因为成长率不足 总额不够 总额增加了 这些问题才能解决 刚才伟强讲的 公平性的问题 也才能够解决 给大家参考 谢谢 谢谢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人有问题 你应该是 要补充 我要补充 因为我想说 借这个机会这个场合 我要讲一个预测未来的事情 前面已经讲了 医劳蒙十年 十一年前成立 就是说 医疗崩坏 那那个时候说 再不改的话 一定会流失 那护理人员现在已经看到了 其实医师是因为我们跑不掉 所以我们这一代的 还继续 继续做下去 可是等到我们消耗殆尽以后 新的没有进来 这个是十年之后 大家会受害的 外科系 我问了我们自己医院的 或是问了其他外面的外科系的医师 其实断层已经出现了 外科系的医师断层已经有至少十年了 所以表示说 当我们这些 我已经快六十岁了 我们这一群人 我们老了 我们没办法做的时候 新的医师接不上来 那这时候 会受害的是未来的 那我想今天我 讲这样子的预测 如果我们再不改这个制度的话 有可能未来受害的是所有的国民 谢谢 谢谢 谢谢处理事长 那我想我们时间真的很有限 也谢谢大家 我补充一个 就是刚才一直在讲到说 我们跟韩国比 说我们说人家两年 我不知道那两年的数字哪里来 我的数字是4.52年 不是两年 原因 没有 现在也不是只有两年 已经是三点多 再加上原本我们是超过他们 所以现在是4.52 因为现在有记者在 也有同学都在 这个数字还是要讲得很正确 是差距 我这样讲嘛 就是说 从1995年到现在 我们是28年 我们寿命延长了多少 延长了大概5点多 韩国延长多少 9点多 这两个 减起来就是4.52 这些数字呢 也都是周教授提供给我 这个也不是假的 是我们自己内政部跟World Bank的数字 所以不是两年 我跟你讲 然后今天当然感触也真的是非常深 原因是因为我们说我们要找这个年轻的人来 为什么要找年轻的人来 就是刚刚处理事长还有子仁兄讲的 我们担心的就是下一代 你还记得上一次这个那个杨老师来这边的时候 他当然讲话很冲了 不过他意思是说他应该要倡议让年轻人不要再缴保费 因为等他们长大了年老的时候也用不到 那今天你们讲的就exactly就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我本来以为我们早就够年轻了 不过卢老师跟我讲说他看起来比较年轻 他也不是很年轻 子仁兄说他再过十几年他也要退休了 所以真正我们要关心的人还真的不在这里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去讲到包括处理事长在讲 这个真的是很深切的一个问题 再过十年很可能我们在这边在谈 不是差韩国4.52 说不定是差的更多的时候 那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这个寿命很重要 其实因为我说不定跟卢老师的看法不一样 我认为假使把不健康的余命再算进去的话 说不定我们更差 我们更差 不是说不定的 我们跟他 一定会更 你把那个我现在还没有拿到那个数据 他们正在算 所以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这么care呢 因为我们跟焦大和孝 我常常讲 我说要钱找焦大 要命找阳明 然后呢 要钱又要命 又找阳明焦大 对啊 所以我们医界的人要多谈一些健康于命的事情 但是钱的事情交给焦大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那个数字还是要弄清楚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郭校长 这样听起来我们又落后更多了 4.52 那不过我想 还有一个问题吧 我们可以吗 可以 没关系啦 来 来 你要用你的左边 你的左边那一支 刚才卢教授已经有跟大家讲说 是按照各个年龄层死亡率 按照生命表去计算出来的 那 看了这 最近那 张教授的这本书 跟一些新闻报导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确实是跟韩国的差距 确实是在 这几年是有变大 尤其是在COVID-19之后 那个也更大 那 我们知道说这样 会对于平均余命 影响比较大的 危艇应该还是在年轻的 那个死亡原因 它的危艇一定会大于年纪大的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说最近 这些那个台湾的这些那个 青年死亡原因的话 排在第一位的还是意外事故 第二个是自杀 那我看 我在最近再翻一下 这几年台湾的这些意外事故 有交通意外的死亡率的话 事实上在COVID-19这几年 是有上升的 所以是想要再拜托工位的那个老师们 再找学生帮我们再分析一下 确实是这些可避免那个死亡率 或者说可治疗的疾病的死亡率 对于这台湾跟韩国死亡率的贡献度 确实一定会存在的 一定存在的 可是我们不要把所有的 这些贡献度全部都归注在这里 一定要将那意外事故这里的 也要精算一下 就正能复印一下 刚才郭校长所讲的 一定要讲精确 不然这一步没有讲精确的话 可能对于会觉得说 是不是医界 我们就把它全部都归注在医疗这一步 事实上医外事故那些治疗 是更广大的一个公共卫生的一个意涵 以上 谢谢 那我想大家都欲罢不能 不过我想我们还是得有 这个再会的时刻要到了 那我想我自己这样听完 我也觉得我有很多事 我之前都不是太清楚的 那我觉得大家 我们要谢谢红人学长帮我们写的这本好书 那也预祝这本书能够很热卖 那但是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回去 可能都有自己的任务要去做 第一个你可能要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理解 我们的健保是有问题的 是有挑战的 那对我来讲我是媒体 我们就是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 所以我还会继续再写文章 然后继续再让大家理解 像包括今天我们谈的这些很多的议题 那另外就是说把问题搞得越大越好 让更多人来关心这件事 那我想这件事情 这听起来就是问题很大 但是好像不是明天要发生的事 大家就忽略了 所以我想今天 谢谢大家一起 来参与这个新书发表会 那也很多人都有我们很多的贡献 那我想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 谢谢大家也谢谢四位语谈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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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持人以及台上的贵宾 我们先请回座 那就是今天是非常的精彩 就是所有的就是今天的语谈跟阅读心得 那我们活动的尾声 我们要邀请张宏仁董事长上台 为我们今天的议题做个总结 欢迎张董 我其实没有要做总结 因为这个总结 但是我第一件事情要讲 因为刚刚那个李伟强已经先走了 可能我下一版就先改书名 就把健保危机变成医疗危机 可能比较简单 不过我讲一件事情 事实上是立刻可以做的 应该是两件事情 那我在书里面有讲 我说其实全台湾99.9999的人 不知道医疗就是内需 内需就是GDP 我认为这件事情是我在这本新书 提出来最重要的一个idea 也就是说我们过去都把医疗看成负面的 我们常常讲说医疗当然是越少越好 其实很多事情没有多少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里面呢 你要吃多少 你要穿什么衣服 你要去旅游 你要接受什么教育 你要买什么样子的手机 你想怎么看病 因为我们对医疗有很负面的预见 很简单 就是因为别人看病很浪费 因为他在用医疗的时候是花我的钱 我不爽 好 那我们现在倒过来 我们现在倒过来 我们说今天在选举期间 你有没有办法去跟候选人讲 你支持不支持护理人员加薪 你来拉票你就说护理人员加薪 帮护理人员加薪 就是增加GDP 你还可以收税 因为护理人员还要缴税 你把他加了你还可以收回来 真的啊 我没有骗你啊 不是吗 然后他可以开床啊 今天我们讲 今天颜理事长讲的那个等不到床 我的一个好朋友在脸书上就写了一个故事啊 简志荣医师啊 他也就讲了这个故事啊 我今天这本书会出来也是我的朋友找不到床啊 我不是 我没有经营医院 我有一天到晚需要帮人家找床啊 真的是这个样子啊 你们 对不对 好 那政府为什么不愿意花钱替护理人员加薪 因为他不觉得有问题 为什么他不觉得有问题 我可以跟各位讲 因为这一些在立法院跟政府的这些首长 他们都没有找床的问题 我跟你讲 你到医院去找公关 哪一个医院的公关 每天没有立法委员 没有民意代表 没有政府官员去跟他要床 每天都在插队的 你不要自己骗自己的 所以 廉贤民老师讲说 我们不习惯用经济方法在做事情 就松绑 我知道很困难 这是第一件事情要做的 就是说第二件事情 难道 因为那个是去年那个 癌症新药基金 那个蔡副执行长 跟我说 我说 我是你们的话很简单 就是现在 跟每个候选人讲 你们支持癌症新药基金 我就投你 你不支持就不要来找我 你现在跟他讲他才听 那更进一步 为什么现在的执政党不肯做 因为他现在执政党民调是领先的 他现在不肯做 你为什么要让他连任 我相信他是会连任的 这个 不是 我是说依现在的民调 我当然不是政 不是 我是说 为什么现在执政党不肯做 为什么我们矮友要这样子 所以呢我今天的结论其实非常简单 只有这句话 只有这句话 任何人 那你可以讲你自己的嘛 你可以说 我的投资健康就是 就是癌友 我的投资健康就是 增加护理人员的薪资 我的投资健康就是 把这些慢性病长照把它做 都可以 但是就这句话 这句话需要买我的书吗 其实是不需要的 但是呢你买了我的书 你交给那个民意代表 那个候选人 他就知道你很在意这件事情 总统大选 通常是两岸关系 跟台美关系 但是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 这一次的竞争还有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来拉票 你就跟他这样子讲 假如各位觉得我写的书 跟今天这么多分享者 是我们真的有医疗危机 我第二版改名字了 我第二版改名字 原来讲健保危机是错的 是书名取错的 那请大家就做这件事情 谢谢 谢谢 活动的最后 请大家一起来一张大合照 那我这边咯 一 二 三 我们来一个赞 新出赞赞 赞 OK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座谈会到此结束 今天活动有全程的录影 影片在三天后 会刊登本校的YouTuber 欢迎上网点阅 再次谢谢各位的莉玲 请记得随身的行李 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